这个保安做梦都想不到 坐在他对面的这个人 竟然是一个商界怪财 正所谓人不可冒相 海水不可抖凉 这位衣着朴素的男子名叫丁元英 每次来吃早餐总喜欢先父长 但这次当他用餐后 老板却叫住了他 丁元英也没有反驳 付完账后默默地离开 老板这才意识到自己冤枉了别人 表示明天等他来时 再少收他一份钱 而丁元英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还得从不久前说起 丁元英在柏林公司总部分红会议上 没有理由地突然宣布解散 他负责的私募基金 因此公司研究决定 把他获利的资金都惩罚性地冻结三年 并且限定他五年内不能进入到股市 也就是堵住了丁元英所能走的生路 为此补偿了八万美金作为他的生活费 丁元英没有过多的辩解 随即在协议上签字 因为他早就看不惯公司 这种从中国牟利的方式 怀着对国人的愧疚丁元英沉默着 就想早些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回到祖国寻找一个地方一个人静不静 助理肖亚文觉得丁元英是个超乎寻常的人 可能以后会给自己带来机会 私募基金的解散让他又不得不离开丁元英 为了自己的前途 肖亚文绞尽脑汁帮丁元英选定回国休养的地方 既然巧合下想到了当年在景观大学的同学瑞小丹 请求他帮忙在古城找到一处地方 安顿好丁元英 瑞小丹答应了他的请求 当心灰意冷的丁元英回到北京来解散公司时 肖亚文帮忙收拾好行李物品 并告知了丁元英的下一落脚点 就在去往古城的前天晚上 郑天集团的韩楚风与丁元英 相约一家酒店为他接风洗尘 隔天肖亚文等人将丁元英送到了古城 宿醉刚醒的丁元英正式认识了瑞小丹 一身的酒气给对方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等到把丁元英带到租住的房屋 众人才知道是个顶层 而且还没有安装空调 随行的人都觉得这样的环境 不符合丁元英这样的身份 但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丁元英表示非常满意 陈先生那门锁是新换的 但是东西搬进来以后一句我们看着 要不你再换一把 这样大家都放心吧 不用不用就这样特别好 您别客气 我跟亚文是好朋友 瑞小丹递上自己的电话号码 希望丁总有事可以找他 就这样丁元英正式开启了在古城的生活 而他与瑞小丹的故事也随之拉开文明 瑞小丹首次见到了浑身带着酒味的丁总 印象确实不是很好 以为他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 猜想丁总以后肯定会经常去找他 但自从肖亚文离开古城后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瑞小丹因为局里的几个案子忙得他不亦乐乎 以至于把丁总这个朋友委托照顾好的人给忘记了 而丁元英也从来没有找过瑞小丹 悄无声息地在古城安居了下来 每天足不出户过着简单的生活 经常通过网络了解外面发生的事 但他不知道的是 关心他的肖亚文凭着过人的才能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工作 他签订人事合同后 第一时间就电话告知了瑞小丹 瑞小丹接听完电话就去忙着工作 时间一晃来到2003年的春节前夕 古城的人们在歌在舞 到处张灯结彩 执行完任务的瑞小丹与同事们回到局里 发现队长正在张贴春节期间的值班表 同事们都为上去查看 只有单身的瑞小丹连看都不看直接回到了工作岗位 甚至还答应了与一个同事换班 瑞小丹突然想到了丁总 据他们头回见面转眼已经过去了八个多月 马上就要过年了 毕竟是春节 瑞小丹觉得至少要打个电话以示关照 于是便找出了丁总的电话号码拨了出去 喂 是丁先生吗 你好 我是瑞小丹 哦 是瑞小姐啊 你好你好 有事吗 不是我有事吗 是你有事吗 快过春节了 看看你需要什么 特别是需不需要找人看房 春节我不回家 一切都很好 让你费心了 谢谢 如果你需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 你不用客气 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 没想到的是丁总的一句有事吗 让瑞小丹觉得这句话看似随意 却感觉是一个意识位置的问题 说明丁总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想找人帮忙的这道程序 至于瑞小丹能帮到什么的设置 这是一个不自觉的居高临下的意识位置 丁元英一个人在外又没有工作 春节也不回老家 他的这些举动让人觉得不符合常理 应有受人之托 瑞小丹决定在大年三十上门去问候一声丁总 但他去吃了一个闭门羹 掏出手机拨打电话也无人接听 丁总在古城一没有亲戚二没有朋友 瑞小丹想不到他在大年三十能去哪里 确定屋内没人厚正返回时遇到了 为过年准备了两箱泡面的丁元英 丁先生 瑞小丹姐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怎么买这么多方便面啊 过年了 地摊得失误以后才出来呢 我在小卖部背着点吃呢 怎么泡方便面能行吗 不是泡 是主 我已经备了一个电饭锅了 你怎么一个心眼啊 你可以买点速冻食品啊 像包子饺子馄饨之类的 好歹也调剂一下口味 就这样挺好 没别的事 工作忙提前过来给你拜个年 哎呀 虎白虎白谢谢啊 那如果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多听哦 谢谢 好 谢谢 看到丁总过年的食物 瑞小丹作为东道主 为了更好的给好友肖亚文交差 随后就找到了开饭店的挚友欧阳雪 希望他帮忙在春节期间隔三差五的送些好吃的菜给丁元英 我一会儿就安排你去买买 那我先走了 嗯 这样 开车慢点啊 对 亚文曾说过 他无法理解这样的人 可是亚文是何等聪明的人呢 丁元英在老家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就回到了古城 生活拮据的他打算出售一些珍藏的原装进口光盘 来到当地的一家电子城 他找到了一个卖唱片的专柜 老板刘斌正在调试音想让他随便看看 丁元英没有回话 刘斌很快意识到来源一定另有所图 买什么唱片 我是来卖唱片的 卖唱片 卖什么唱片 刘斌经过仔细的检查后心中暗自窃喜 极力掩饰内心的激动 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圈内人士 他一眼就看出了这21张都是难得的原装正版进口货 老坚俱华的他以这些都是就唱片 而且打上了印章为由压低价格 见丁元英没有说话 刘斌马上改口无论好坏都收下 价格是50块一张 丁元英由于片刻后同意了他的提议 刘斌高兴的又数了一次才开始掏钱 丁元英则还不忘把装唱片的塑料袋整理好放进裤洞 此时的刘斌还不知道眼前这个卖给他唱片的人 以后会给他的人生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丁元英之所以会穷到这个份上 是因为他当时带着八万美金回国后 就约见了三妹两口子 这辆车你们开回去 拿着手续在成都办牌账 车里边有两台电脑 你们用得上 这个里面是六万美金 我交代一下 这是专款专用的钱 一万是用在汽车的日常费用 五万用在父母生病时候应急 三妹知道了二哥的想法 希望他有空回老家看看 还剩两万美金的丁元英刚兑换成人民币不久 韩楚风的妻子找到了他 我弟弟又有点麻烦 他在隔天里打架 把人用刀子划了一刀子 人家也破相了 我去医院看了人家几趟 好不容易人家同意私了 楚风本来对我弟弟就有看法 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件事情 楚风的位置也担不起这个人情 我呢也不想找别人 所以只要找你来 要多少钱 那边要二十万 对不起 撒掉 我只能给你十 十五万够了 我自己还有点钱 那我这就给你取钱 就这样丁元英十六万多的生活费取出来 还没午热就被借走了十五万 他带着仅剩的一万多来到古城生活 也就难怪在春节期间只能吃泡面过日子 而刘斌在得到丁元英的长篇后 立马提着到同行那里高价售出 两人还饶有兴致的事提了起来 这个女的在开会的时候开小差 领导在上面讲话 她就在下面研究有关音响的事 以至于当领导让她发言时 结果是答非所问 气得局长的脖子都红了 你像在工作上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瑞小丹 怎么会突然对音响这么痴迷呢 还得从不久前说起 这天瑞小丹刚下班就接到了丁元英所租住房子的房东电话 才知道房子还有五天就要到期 是否续租她想听听丁元英的意见 于是便打车前往 这次房东的提醒才让瑞小丹意识到丁元英来古城已经有一年了 此时的瑞小丹还不知道的是 这次与丁元英的会面将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还没有进屋的瑞小丹就听到了屋内传来的音乐 丁先生 你这屋子也太热了 之后空调会好多了 你有什么困难你不要客气了 还好啊 其实夏天真正热的没几天 挺一挺不过的 你请坐 就着丁元英去拿房租的见性 瑞小丹敏锐地观察到屋内的陈设相当简洁 判断丁元英不但心事多而且脑子复杂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越是头脑简单的人就越需要点缀和填充 而头脑复杂的人则对简洁有着特殊的心理需求 这是两人的第三次见面 瑞小丹由于还没进门就被屋内的音乐吸引 加上平时的业余爱好 让他在忙完了正事之后有了对音乐的好奇 丁元英特意为他挑选了一首曲目 当音乐响起的那一刻 瑞小丹就被一个纯净的女生给震住 仿佛从天国里倾泻而下 好像是一双上帝的眼睛怜悯地注视着人类 瑞小丹骤然有一种灵魂之门被撞开的战链 这种声音太美太让人陶醉 瑞小丹像被催眠了一样定住 太好了 这叫什么曲子 我能接奏听听吗 可以啊 叫天国的女儿 这套音响很贵吧 还可以 还可以是什么概念 得几万吧 瑞小丹从丁元英处回家后拿出光盘 还想再听听那个声音 但他现有的设备根本就放不出那个效果 考虑在三后 他决定买套与丁元英差不多的音响 第二天开始的一个多星期内 瑞小丹带着那张唱片跑遍了当地所有的音响店 工作也心不在焉 但他怎么也找不到与在丁元英处相似的声音 随着他频繁地出入音响店 对音响的支持也一天天地渐长 俨然已经成了半个发烧友 这些日子里当地音响圈的人都知道 一个开着警车的女人要买一套在古城根本就买不到的音响 这也是瑞小丹从仅四年以来第一次犯错 以至于让他收到了严厉的处分 局长 我可以走了吗 不可思议 瑞小丹被停止后 在挚友欧阳雪的陪同下找到了一家音响店 店主叶小明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通过沟通瑞小丹觉得叶小明是个可信之人 但这些天他跑遍了古城所有的音响店 就是没有找到达到标准的 所以想请叶小明到丁元英的家里去看看 然后按照原样配置一套 不用看 古城的音响玩家 没有我不认识的就那么几套像样的东西 你啊 是心理作用 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把你听到的声音换化了 也许吧 但是如果你有诚意做这笔生意 那就只能这样办了 古城三万以上的音响 我倒二十套 我都熟 你那朋友一见面呢 我可能都认识了 那好吧 咱们就去看看 等到了丁元英的住处说明来意 叶小明一进门就被眼前的这套音响设备给吸引 顾不上自己惊诧的表情 着手研究每一个细节 这就有了开头一幕 随后叶小明又想打开试听一下 丁元英也爽快地答应 想不到听首歌还这么麻烦 当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开始 叶小明与锐小丹好像被电流击中了一样 听得如痴如醉 带一曲结束俩人还意犹未尽 回去的路上 叶小明想了一路 终于明白了丁元英的音响里面的秘密 实乎这次遇到了高人 听得锐小丹一头雾水 建锐小丹还不明白 叶小明随后就把之前在徐冰那里收来的 印有元英字样的唱片拿给他看 锐小丹这才知道丁元英已经穷得要变卖珍藏卫生 怀着复杂的心情 锐小丹折回丁元英的住处 这次他只是与对方对视了一下 一股窝在心头的无名火 又让他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 他随后找到欧阳学吐露新生 为自己辜负了朋友肖亚文所托而愧疚 因此他想到了一个弥补的方式 瑞小丹来请客时 首先用自己所定制的音响打开画匣子 讲出这次用的配置与品牌 让丁元英评估 瑞小丹这次除了音响 还想按照丁元英家里的机柜款式做一套 以后麻烦的次数可能会更多 丁元英不但同意 而且还大方地拿出了当时的图纸和数据 瑞小丹拿到手后 突然话锋一转 我今天是来请你吃饭的 已经订好了 请了几个我花人做陪 没有别的意思 我那天不礼貌 一块吃顿饭就多过去了 是我来到这里给大家填麻烦 要说感谢 我的心 这饭我不能吃 有机会我请你吃 瑞小丹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 于是便拿出了大招 果不其然 丁元英看到后就立马答应赴约 他们先把定制音响柜的资料 送到了叶小明的店里 在这里丁元英认识了古城的另一位 稍有冯士杰 两人对同一曲目不同音乐家的演奏效果 起了争议 丁元英不愿与他纠缠 冯士杰却不依不饶 你这个人啊 不要说半句留半句的 你这不是诚心让我睡不着觉吗 话到了这个份上 丁元英也不再谦虚 讲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不但让冯士杰折服 也让瑞小丹更加崇拜丁元英 为了结交丁元英这位朋友 冯士杰主动提出要请他吃饭 对不起我们现在就是去吃饭呢 丁先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那咱们一起吃吧 我不介意 就这样三人一同前往欧阳雪的饭店 我来介绍一下吧 这位是丁元英丁先生 这位是冯士杰 这位是欧阳雪这等老板 这位是我同事刘江 是古城公安局宣传干事 来来来坐下聊吧 坐吧 刚一坐下来的丁元英 被对面三位能喝酒的文化人 盯着有些尴尬 就连冯士杰也看出来了不对劲 接下来由瑞小丹起头 对丁元英敬酒后 在桌的其他人一依效仿 丁元英来者不拒 地圈下来已经有了几分醉坛 三位坐陪的人眼看实际一道 便提出要饮食住行 说不上来的要罚酒一杯 并且提出让丁元英先来 那就现场了 自嘲 本是后山人 偶坐前堂客 醉武经格半句书 坐井说天空 风儿 拿纸 拿你呗 大致戏功名 海陡凉不 浩子 活生生一副 穷酸殊胜的心态图 意境很高 我学的脸上一阵阵发热 大有无地自容之感 一种尴尬的气氛 在空气中悄悄蔓延 丁元英话音刚落 写完笔录的坐陪人 就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举动 接着其他两位也一同退出了饭局 瑞小姐 为某财书学浅 白吃一顿饭 抱歉 我要是有这样的朋友 我不会这样对他 小丹 你是让陪酒啊 还是让陪衬呢 不过没什么 再见 瑞小丹送走了请来的三位坐陪的朋友后 突然觉得自己很小气也很无聊 只不过是玩了一场 自以为是猫系老鼠的游戏 但他感觉自己并不是猫 而对方也并不是老鼠 等瑞小丹与欧阳雪再次回到包房内 丁元英事一事时候散场了 欧阳雪听到后 做出了一个让他们意外的决定 把饭钱付了吧 一千块 幸亏老丁早有准备 但还没等他把钱放下 欧阳雪又出了幺蛾子 长了 两千 又长了 三千 老丁抬头看了一眼 对方后便把手上的准备全部放在桌上 很明显这又是在故意刁难 就连冯侍杰也大喊过分 丁先生 您说了吧 我就是想刁难你 你真要是走 也没人拦着 但是你得落个吃饭不给钱的名 就是让我从狗洞里爬出去 也得先拔个口 那好 给我说句好听了你就能讲 一句就行 什么算好听 女人还听什么 还用我教吗 一句话就能当饭吃 不难为你 面对欧阳雪的多多逼人 老丁提出可以让无辜的逢世杰先离开 老丁提出按他说的去买一只指定的股票 明年再按照他指定的时间抛出 如果挣不到一倍以上的利润 那就是他还欠一顿饭钱 至于挣多少就要看欧阳雪的本钱 老丁表示自己目前也就那套音响还值几个钱 就折算成二十万 但是按照行规只需要百分之十的担保 那么二十万就可以担保百分之四十 这样算下来欧阳雪就没有风险一说 我们这小门小户的还是过日子要紧 玩不起你那种音响 你要真是脆口唾沫砸个坑的话 就来点真的 拿二十万现金担保 其实欧阳雪早就从瑞小丹的口中 得知了老丁在变卖珍藏的唱片过日子 所以他这么做就是要让丁原因知难而退 同时也在试探对方是否真的在乎 瑞小丹及他身边的朋友 没想到老丁只沉默了片刻 便要求打个电话 但在老丁把电话拨出去之后 瑞小丹及时阻止了他 二十万我给他 这是让欧阳雪始料未尽的 想不到好姐妹会这样的袒护一个 只见过几次面的男人 让欧阳雪不由地多想了一点其他的 至于刚才与丁原因说的是戏言 还是脆口吐沫砸个坑 那就要看双方的态度 接着欧阳雪承诺在二十天内筹集五十万 把锅成功地甩给了老丁 你交易钱我会告诉你是买哪只股票 但是这里边有个道上的规矩 你需要承诺保密 我承诺 好 那现在我可以走了 丁先生 今天得罪了 我的小丹先把你送回去 让我改日再白走谢罪 好谢谢 随后欧阳雪驾车与瑞小丹一起把老丁送回家 迷醉的老丁鞠躬感谢后恍恍惚惚的上楼 瑞小丹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回去的路上欧阳雪问起她在五天的时间内怎么筹集到二十万 去找我爸爸 欧阳雪也猜到了姐妹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同时也知道瑞小丹这么些年来无论碰到多难的事都没有想过找父亲帮忙 今天居然为一个男人就低头了 因此欧阳雪得出了一个结问 你恋爱了 做了 爱了 你还没来得及去想能不能爱 值不值得爱 就已经爱上了 说明你控制不住自己了 既然是控制不住 那就爱呗 这个人可不一般的主 我跟你说 今天晚上要不是你用那种眼神逼着他 他才不会跟咱们一般见识 他跟咱们博弥那种人 这个人 你拿不住 将来吃亏的是你天 你今天失态了 女人得让男人追求 你怎么办 也得顾点女人的链子吧 那是清高的女人 我本来就没清高 跟着凑什么热闹 至于拿住拿不住 能拿住的 不用拿 拿不住的不能拿 拿什么呀 爱就是了 把老丁送回家后的锐小丹当晚就找出了父亲的电话 对于这个号码他一次也没有用过 因为他的心里一直坚持着对父亲的成见 所以已经有很多年都没有说过话了 但是今天却要为一个男人所谓的面子 去克服这么多年来的心理障碍向父亲伸手 锐小丹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 与父亲约好了见面地点后 锐小丹长舒一口气 想抽一根放松一下时 突然想到丁元英曾说过不喜欢看他抽烟的样子 锐小丹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戒烟的选择 现在的他也不知道怎么会那么在乎老丁的看法 在去杭州之前 锐小丹想买几张进口的原装正版唱片 在导演的安排下他找到了徐斌的店铺 但他要买的没有现火 老谋深算的徐斌可不会放过这样的发财机会 一下就想到了丁元英那里砍丁人 赶忙承诺一定可以找到 并让锐小丹留下押金等通知 隔天锐小丹就飞抵了杭州 找到了正在开新闻发布会的父亲 多年不见的父女俩略微显得有些尴尬 其实锐小丹的父亲等待这一刻已有许久 只是他现在还是认为女儿是一个当演员的好材料 当初要是听他的去读电影学院的话 现在应该是个有名气的演员吧 演员一遍演过好 可以再来一条 我当情绪 再来一条就没命了 爸 你怎么一见面就说这个呀 整天为你揪心 不是个字 当初没走就不听话 这事我当初也想过 您是导演 我怎么招都有沾泥入光 不会有自己 我现在自己挣钱吃饭 心里踏实 听到女儿这么说老锐也感到欣慰 除了关心工作上的问题外 老锐还问到了女儿的个人感情方面 锐小丹直言不讳 他的父亲一听便知道了女儿这是恋爱了 但只有锐小丹自己知道这是落花有意 还不知道流水有没有情 老锐知道女儿不是一般的姑娘 能看上的人肯定是不简单 担心这样的男人女儿是否能够驾驭 驾驭 我没想过 我就是一个心眼而想疼她 好一个纯真的回答 让老锐的心里很不适滋味 你从六岁就不理我了 哪来得那么大气 如果您宁肯独身都不和我妈过 我妈有那么用索 如果您不结婚是为了能有更多的女人 这是什么性质 爸 我这次来是赖着脸 是属于借钱的 就算真有六许开马的话 你别让我在这个时候说 瑞小丹跟父亲交谈了 玩的当晚 他怎么也无法入眠 躺在床上伴着雨声想了一夜 不管对方是魔还是鬼 无非是思维逻辑和价值观与常人不同 地狱之门大不了就是不同价值观的两种人产生冲突所带来的痛苦 如果老丁真的值得爱的话那就放手去爱 如果不值得去爱 那交往的过程只是鉴别的过程 就算是转身离开也没什么可怕的 回到古城的瑞小丹就紧锣密布地开始了他的非常之举 先是帮老丁又重新租了一套条件好些的房子 随后就联系了搬家公司 趁着等待的空余时间 瑞小丹把从父亲处借来的钱全部取出 然后到了徐斌那里取唱片时 发现居然都是丁元英的珍藏 他便把老板手里带有元英印章的唱片全部打包 一并带到丁元英的面前 这是一万元的预付款 你卖给刘斌多少钱一张 五十还是六十 我出一百 别说竞争不公平 房子租好了 已经交了一年的租金 搬家公司四点钟来搬家 我也约好了房东过来交些房子 你赶紧收拾一下吧 不要紧 我还没有装枪做事 到可以无事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是你看到的东西 不一定是什么东西 天之地之 不会有结果 什么不会有结果 即便是估执一出 你也讲不出 因为一说就错 这就像法律 不能单纯以推理来定罪 得允许他在可能和事实之间 存取一个演变的过程 瑞小丹为了进一步了解丁元英 查到了老丁在上次吃饭时播出去的电话 并联系了机主正天集团总裁韩楚风 等他到了北京 韩楚风居然亲自来迎接 把瑞小丹安排好了住处后 韩楚风先去盲宫市并许诺与他共进晚餐 瑞小丹看着眼前的一切 似乎感受到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压力 让他有一种隐约的不舒服 想起老丁在炎热的房间里汗流加倍的样子 还有他变卖的唱片 瑞小丹的心中升起一股敬佩与酸楚 很难把今天所见到的一切与老丁联系在一起 趁着天色还早 他赶忙联系了志友萧亚文 两人相约一家餐厅 瑞小丹承认已经爱上了老丁 这次来是想多了解一下对方 肖耀文曾经给老丁当过一年的助理 也听说过他的前妻给他的评价 她说 她永远都不会跟你吵架 她的每个毛孔里都渗透着 对世俗文化居高临下的包容 包容到不屑跟你讲道的 包容到让你自己觉得低俗自卑 当你快要憋死快要疯掉的时候 你能想到的只有一个字 逃 很实在 也很深刻 不像是推托 肖亚文提醒瑞小丹 老丁是个从骨子里害怕女人的人 如果要与他交往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对于闺蜜的这次北京之行 肖亚文也有自己的看法 他猜测韩楚风 接待瑞小丹的规格一定会很高 但值这个规格的人 并不是瑞小丹 而是老丁 如果韩楚风 正如肖亚文所说的那样来做 就会把瑞小丹推向极端 要么让他自卑 要么让他像一个贪便宜的小事款 压根就不会给他恰如其分的选择 即便是瑞小丹看透了这一点 韩楚风待人好是没错的 但会让瑞小丹想诉苦都找不到地方 因为这个圈子不是他给别人过筛子 而是人家给他过筛子 这样就会把瑞小丹的自信给摧残得差不多了 我是来了解情况 如果被摧残 那也是应该被了解的情况 如果从丁云英给欧阳写指定股票和担保来看 这倒让我觉得有点可能 他不是计较与欧阳雪的面子得失 而是在乎你的感受 雷香惜玉 给女士几分面子而已 可能 但也未必 丁云英是一个赢了千金的人 在柏林他是签过字的 承诺不再涉足股市 50万的股票对于他从数量上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他性质上没有区别 这意味着什么 是什么人使他不惜违背动力 随后瑞小丹把最近发生在老丁身上的事简要地给肖亚文讲了一遍 当提到老丁变卖唱片的事实 肖亚文感到不可思议 他曾经担心韩楚风的妻子陈如借走了15万后 会对老丁在古城的生活有影响 但没有想到居然有这么严重 瑞小丹饭后一人去到商场里闲逛 肖亚文的话在他的脑子里盘旋 一直在思考韩楚风会怎么对待他 好不容易看上了喜欢的衣物 但价格高的让他不能接受 接连换了几家店试了几套衣服都没有收获 最后找了一家他认为可以的店铺买了一套衣服 正要走出商场时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下 小姐请留步 先生有问题吗 我们总领理在外面等你 请跟我来 小姐 我来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商场的总领理马关系 你们在鼓务见的 最改变 请稍保 还有一箱子要装在这 请看这 此时的锐小丹也明白商场的总经理亲自来欢送并为他开车门 这些都是碍于老丁的面子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回到住处后就有人来拜访 谁啊 锐小姐 锐小姐你好 哎 你好 锐小姐 刚才我跟马总都没赶到 这个箱子是给你 你一进商场以后就有人跟着你 箱子里装的都是你在商场里唯一过的衣服 这事是马总操办的 钱已经付过了 都记得韩总的账了 我只是个司机 请您千万不要为难我 通过司机的陈述 锐小丹也知道了这一切都是正天集团总裁韩楚风的安排 到了晚上 韩楚风把锐小丹带到一家高档餐厅 锐小姐这里是国际贸易的第二交易所 来这里的人想办事的多 吃饱饭的少 不过我今天请你到这来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让你吃好 你来北京就是客啊 我自然当进到东家的后道 韩总 我来北京是想向您了解点丁元英的情况 锐小姐 你是客人 我是东家 让你住好吃好 这没有问题 但是你和我坐在一张桌子上谈论丁元英 你平时好 锐小丹以为老丁投一个想到可以开口借钱的人应该是君子之教 但韩楚风刚才的那番话 让锐小丹觉得是把他当成了一个想接近老丁的世俗的花瓶 既然我来了 我就自当尊重您的高贵 只是我无以为凭 失去了 告辞 锐小丹的举动让韩楚风改变了对他的认识 此无以为凭 正是一品 连忙又招呼他坐下仔细地观察着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韩楚风表示老丁这个人不太容易说明白 不谈评点什么只会是一个越说越大的问号 并非有意地刁难锐小丹 但从锐小丹到了北京之后的住所 然后是送衣服再到来这里示范 话已至此 韩楚风不愧为纵横商场几十年的高手 连忙给锐小丹道歉 并开始聊起老丁的一些往事 韩楚风对老丁的评价让锐小丹感到 他与老丁之间的距离虽然是近在咫尺 但感觉要走到一起却很遥远 饭后韩楚风让锐小丹把老丁打赌银的车开到普城 几百公里的高速公路没问题 谢谢 你来找我肯定让你失望 原因害怕女人是怕老丁子 交给我斗 至于评价他这个人 我觉得一句话就够了 原因是不明白 在韩楚风的安排下锐小丹很快就看到了那台要开回古城的车 临行前韩楚风郑重地交代了一些话 原因不是一个执着出人头地的人 有口饭吃他就满足了 他喜欢安静 喜欢一个人待着 这对女人而言 是消极孤僻 不思禁 古城不是他酒楼之地 他都自禁在柏林被冻结了 两年之后才能够解冻 到那个时候 他就有能力找一个地方 买一个房子 也许 就会这么无声无息地过下去 原因接受你 就意味着需要重新构架生活 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锐小丹此次北京之行收获颇丰 韩楚风的话让他更深层次地认识了老丁 也更加痴迷地无法自拔 当老丁正在新租的房内泡茶时 锐小丹来电说已经回来到了楼下 韩总带些东西给你 你先来借一趟吧 好 此时的老丁还不知道 锐小丹开回来的车是韩楚风送给他的 当锐小丹上楼后把车钥匙交给他时 楚风知道我不会开车 古城也用着车 这时的锐小丹才恍然大悟 老丁在古城没有用车的地方 而且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言下之意就是让锐小丹给老丁当司机 韩楚风这个时候让他把车开回来 就是用一种恰当而含蓄的方式向老丁表明承认了他的存在 锐小丹自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晚上我请你吃饭 你等我电话 去哪儿 别怕 今天没人跟你要饭钱了 锐小丹离开老丁的住处就到了超市采购 回家便开始了厨艺表演 随后是洗漱 在画上淡妆 挑选了一套最喜欢的衣服后去接老丁 不料天空却下起了大雨 似乎预示着今晚的不同寻常 老丁也没想到锐小丹竟然把他带回了家 在吃饭的时候 锐小丹突然向老丁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怎么看女人 说心底的那点东西 女人是形式逻辑的点 是辩证逻辑的障碍 我无意摧残女人 也不想对女人摧残 女人就这么难养吗 红颜知己自古有之 这还得看男人是不是一杯好酒 自古以来 能有几个男人把自己能念到 淡而又淡的命贵 这不是为之而可为的事 能回就混了 我想以后 我们这样坐在一起的机会该是没有了 你是明白人 女人那点兜圈子的套路就免了 今天请你来不为别的 就为旅行个程序 话到了这个份上 老丁也知道迟早要经过一个程序 但不知道是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旅行这个程序 当瑞小丹再次下楼的那一刻 他整个人都呆住了 然而这只是开胃财 见老丁没有反应 现在你可以走了 结束了 我是人 而且还没有进化到此时此刻可以无事本能 但是我丁原音何德何能 甘领受伤仓给予这样的恩赐 一个不能超越本能的男人不算好汉 瑞小丹看着老丁离去后让他陷入了绝望 仿佛让他的血液都凝固了 但在此时 在瑞小丹的心中反而升起了对老丁更深的爱恋与敬重 自从上次走完程序 之后的三个月内两人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瑞小丹复制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期间帮他制作音响的冯仕杰带来了好消息 请他到王庙村去看看做好的成品 没想到冯仕杰醉翁之意不在酒 不但自作主张接上欧阳雪一同前往 而且还带着他们去参观家乡的果园 之后就是吃饭 然后才是看音响 显然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好的安排 其目的就是想通过瑞小丹来接近老丁 从而达到带领村民们致富的目的 瑞小丹也看出了端倪 借着冯仕杰帮忙送音响的时候 礼貌地送上两箱白酒并把话调明 冯先生你上网来嘛不要客气了 瑞小姐你这 我和丁先生只是普通朋友 没有你想象的那种关系 即便有你这样做也是对我的不尊重啊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瑞小姐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 就是我们那村太穷了 我啊我想找一个高人给纸条盗 可丁先生那种人 不是我们能够得潮的人 很抱歉 我帮不了你 话到了这个份上冯仕杰也无可奈何 时间很快就来到三个月以后 瑞小丹参加了一次大雨中的抓捕行动 瑞小丹与武警协同作战 犯罪嫌疑人跑进了一家砖摇厂 在搜索中瑞小丹正要起身时 突然感觉后背一阵发凉 瑞小丹在这次的行动中表现出色 她的队长得知了情况后跑来安慰 劫后余生的瑞小丹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脑子里一片空白 大雨还在继续噼里啪啦地下着 当她稍微沉静下来之后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如果刚才不是一颗哑蛋 那么瑞小丹就再也见不到老丁了 想到这里 她的心中就涌起了死一般的痛 情不自禁地给老丁打去了电话 哭着讲出了刚才的经历 老丁的话着实惊吓到了瑞小丹 瑞小丹怀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来到了与老丁约定的弟弟 依稀看到有个人撑伤出力在雨中 待看清了是老丁后 瑞小丹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冒着大雨冲向老丁 两人紧紧相拥在雨中 之后回到家 两个相爱的人终于修成正果了 很难想象老丁穿着女士睡衣的样子 瑞小丹怕她无聊 特意拿出了她的相册与履历给老丁 这位女警冒死生情了一个犯罪嫌疑人 但后续的审讯工作却陷入了难题 作恶多端的嫌疑人 王明阳对自己犯下的罪惧不承认 无论警方如何审讯 王明阳就是不肯从事招来 警方急需想办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突破口 才能撬开王明阳的嘴 瑞小丹从审讯室回来 就去到超市买了老丁最爱抽的烟 然后回到家放好水 又帮老丁洗了一个舒服的热水澡 当看到瑞小丹新购置的音响时 老丁也是震住了 随后两人驱车来到一家面馆 瑞小丹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吃法后 突然问老丁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 都在做些什么事情 锐小丹坦言还从未听说过文化属性这个词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老丁是怎么解释的 突然社会因此有三个层面 技术 制度和文化 小到一个人 大到一个国家 一个民主 任何一种运营 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权 强势文化叫做强势 弱势文化叫做弱势 这是规律 那么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老丁表示强势文化在武学里称之为秘籍 而弱势文化因为一学一懂一用就成了流行品种 老丁认为文学影视是巴拉灵魂的艺术 如果文学影视的创作能够破解更高思维空间的文化密码 那它的功效就在于启迪了人的觉 也同时震撼了人的灵魂 这就是所谓的众生所需 就是功德名利与市场 那个我没有看出来 倒是看你越来越像个尊重歹徒 比如一个心理素质非常稳定的死球 如果知道了他头脑里的主 现在需要他开口说话 有可能吗 老丁认为从理论上讲只要判断正确就有可能 但是在判断实践上会出现错误 所以这个可能的概率取决于错误的大小 随后瑞小丹就对审讯王明阳遇到的问题 想听听老丁的看法 这个人需要一个句号 你可以帮他画着 句号是什么 灵魂归宿感 这是人性本能的需要 是人性 你可以帮他找一块干净的地方归宿灵魂 他不需要忏悔 他只是需要一个可以忏悔的礼物 如果他不需要呢 文明对于一个不能以人字来界定的人 无能为力 瑞小丹看着老丁不由的感慨万千的同时 也让他忍不住的想去关心对方 26年的积蓄能量在这一刻为他化作了千万柔情 瑞小丹知道古城终究会留不住老丁 所以被加珍惜与他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在老丁的指导下 瑞小丹制定了一套审讯方案 那么他真的能够说服王明阳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距离上次审讯已经间隔了三天 这次王明阳又想顾忌重演 但瑞小丹可不会惯着他 为了这次的审讯他在老丁的指导下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漫长而又较劲的审讯过程中 瑞小丹将难题一化解 旁人对他们之间的谈话表示难以理解 老丁指导瑞小丹的一些语句话术就连瑞小丹自己也不太明白 但当王明阳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被突破后 便开始交代所有的犯罪过程 局里的领导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也对瑞小丹刮目先看 但审讯的成功却并没有让瑞小丹高兴 他没有马上回家 也没有去找老丁 而是一个人沿着河边漫步 因为他需要思考老丁到底是怎样想到的 从怎么知道韩楚风打赌会说 到现在的怎样让王明阳开口说话 还有怎么知道哪只股票会长 如果说饮酒对师指定股票只是财气 那么给王明阳找个忏悔的理由就不是那么简单 瑞小丹的字典里还从来没有过文化属性这个词 他从字面上理解似乎能够懂一些 但根本就无法赤透里面的真实意思 因此他推断老丁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陌生的词 才从欲望臣服的名利场来到古城这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就是这么一个现实的不能再现实的人 却经常做着与现实格格不入的事 瑞小丹在河边想了很久 同时肖耀文对老丁的评价也浮现在脑海中 是魔是鬼都可以 就是不是人 意思是想一个人亲近亲近 他的每个毛孔里都渗透着 对世俗文化居高临下的包容 丁元英这种人对女人没有意义 世年就有贪嗔痴 没有贪嗔痴的女人 是天国的女人 瑞小丹有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 她跑去跟志友欧阳雪谈了她的想法 原因整天这样闲着得给她找点事干 古城不是她久留之地 我也没有奢望能天长地久 让她干点事将来是个念想 有件事情牵着 也能让她多留些日子 你们才恋爱几天啊 你就盘算分手的事了 太恐怖了吧 那你们还练什么爱啊 再说了 她连私募基金都不做了 能让她做什么 如果可能的话 我想就着王妙村的茬儿 让她出来干点事 扶贫 不是扶贫 是想搭冯氏企业扶贫的车干点事 我知道该怎么做 瑞小丹的想法让欧阳雪也难以理解 但老丁会答应她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你要是换车 那新车就别再算酒店的了 算你个人的 这辆旧车也别卖了 算我个人的 分红的时候 再扣我两个块钱 宝马不是咱们这阶层能开的车 原因在古城 我想可能的话 还是要辆车 有时间待她出来溜达溜达 这车买的时候才四万块钱 都开三年了 还值四万呢 我看拿到车市上 有没有人要的难说呢 你就忍心让你那宝贝哥的 坐这坡车呀 到了我这儿 她就穷人家孩子了 有车座就知足吧 走了 你是魔 不是极品混混 这就是瑞小丹 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 给老丁的评价 你要是真把这事看悬了 那就当真会出没了 神是道 道法自然如来 这些连瑞小丹 自己都不明白的东西 居然把王明阳给蒙住了 由此证明老丁 不只会扒了铜板 而且还会扒了灵魂 瑞小丹现在才知道 与老丁的差距 随后瑞小丹向老丁索要一份神秘的礼物 见老丁爽快地答应了 瑞小丹也就笑而不已 在路上也是故意继续保持神秘 两人竟直来到了贫穷的王妙村 也就是冯世杰的老家 是当地的贫困县里最贫困的村子 瑞小丹坦言他知道 补城终究是留不住老丁这样的人 也就不奢望能够与他天长地久 就是想让老丁给他留下一个念想 让他知道曾经是这样被老丁爱了 金银珠宝是不足以点缀你这样的 我没这么尊贵 我还没有清高到可以不贪钱 所以我努力工作能养活自己 如果你真是扔快馒头就行 我连你也养活了 这世上原本就没什么神话 所谓神话不过是长人的思维所归 按照老丁的逻辑 王妙村之所以这么穷 应该是文化属性的必然产物 但如果是一个神话改变了这里的话 那这又是什么文化属性吗 但是瑞小丹没有这个觉悟 谁也别想往这上面贴金 如果老丁有这个觉悟 那就另当别论 画到了这个份上 老丁答应了送给瑞小丹这份礼物 只是瑞小丹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礼物将会掀起一场暴风骤 他隔天就把这个好消息告知了冯士杰 并给了他老丁现在的住址 冯士杰高兴地考虑在三后 又分享给了叶小明等人 徐斌在一旁听着敏锐地嗅到了一线伤机 表示也想入伙 但现在还不知道做什么 八字还没有一品 冯士杰与叶小明带着忐忑不安的心 来到老丁的住处 经过一番沟通 老丁提议先进行实地考察 事不宜迟三人马上出发 冯士杰带着老丁在村子里转移 并详细介绍了村里的具体情况 随后带着老丁来到了他的音响作坊 老丁参观完之后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个村子有没有在哪方面有技术特长的人 不多 能说上话呢就更少了 村里的吴志明 周国正 李铁军 这三个人会点木匠活 这里边数知名的技术好点 国正过去在村里办的翻沙厂干 后来厂子倒闭了 就是刚才你在我们家院子里看见的那个人 听说当时啊 他是厂里的生产主干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村东头的那个刘大爷 他在古城的机械修造厂干过车工 早已经退休了 现在也在家正地 这些人跟你都是什么关系 都沾点亲吻 这农村差不多都是这样 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是两回事 这要根据条件来决定 但是有一点现在就可以肯定 这个投资将来无论从哪里来 都有一个投资方的风险控制和资本权利的问题 这就是老丁对于冯士杰等人带领王妙村脱贫的忠告 他认为投资方应该最少持有51%的股份 以保证投资方在决策权上最大限度地规避投资风险 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 才有人可能会借钱给冯士杰等人入伍 这就意味着不管别人电资多少 他们的股份总额将不会超过49% 因此老丁想知道的是这样的现实 跟冯士杰等人的期望值相差有多大 不过话说回来 老丁对音响市场还不了解 准备这两天仔细研究一下 希望冯士杰等人把手里掌握的资料汇总好后送给他 冯士杰与叶小明回去的路上欣喜若狂 虽然已是深夜 他们俩还是安耐不住高兴的心情 街上刘斌一起去吃夜宵 听说老丁是为高人的刘斌产生了质疑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靠变卖唱片为生的人 怎么可能还有投资的能力 一向唯利是图的刘斌又怕失去赚钱的机会 他思来想去还是想在冯士杰与叶小明中间凑个热门 隔天就在瑞小丹上班的地方蹲守 想请他帮忙引荐与老丁建立合作关系 对不起 这不是我可以购问的事情 你应该去找他们 士杰和小明都没意见 小丁哥同意就行 但让刘斌想不到的是 他一进门就被老丁家里的音响给吸引 懂货的他一下就看出了里面的道道 担心老丁没有实力的想法立刻烟消云散 刚说明来意冯士杰与叶小明带着有关音响市场的资料送到了老丁家 趁着你们几个都在 卢斌的事哪个意见 都是自家兄弟 只要丁哥没意见就一块干的 就是都是水深火热的 多帮衬着点的 几人谈好了之后就想试试老丁的音响 老丁也很随和让他们三人自己去挑选喜欢的唱片 当三人见到老丁的收藏后 惊讶的同事更多的是仰慕 随后是一边喝茶一边享受着美妙的音乐 至于下一步该做什么怎么做 那就全都拜托给了老丁 你说这丁哥算不算得烧就好 不算 只能算是王人家 你看人家这活法 听着音乐喝着茶不急不躁 丁哥这活法 简直就和神仙一样 早知道我今天当初说 也不能挣他的钱 你要真有这心呢 你现在把钱推给人也不吃 那还怎么行啊 这不是打丁的脸啊 哎呀 哎干嘛 我突然想起来了 既然有人给他投资了 那咱还用出钱吗 哎呦 晕 我要是不开车呀 我也晕 去你俩 无论做什么 市场都不是一块无限大的蛋糕 神话的实质是强力作用的杀父祭品 这就是老丁对带领王妙村脱贫计划的认知 但有可能产生两个问题 其一是杀父会不会是破坏性的开采市场资源 再就是这样做是不是道德 让井底的人巴着井言看一眼再掉下去的话 会不会让他们患上精神绝症 这件事客观上就是扶贫 瑞小丹不相信扶贫还会有错 至于市场竞争 凡是合法的就是社会可以接受和允许存在的 先不要去设想多么高的道德 站在一个警察的立场的话 这个社会只要每个人都能遵守法律 就已经很美好了 老丁认为王妙村虽然做出来过音响与机会 但是要做点事情出来 还需要瑞小丹与欧阳雪的帮忙 尤其是欧阳雪 现在就需要用他的空头名字来做控股股东 一旦公司成立之后 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程序的控制权 到了关键的时候局面就会失控 但这个民意股东要具备人文背景 出资能力以及平等身份三个条件 而欧阳雪刚好就具备这三项 用他的名字最合适 老丁提出把民意股权下的红利归欧阳雪 如果亏损了就归他老丁 还可以再签一份承诺协议 保证欧阳雪不会由于公司的行为 而招致经济损失 瑞小丹已对志友的了解 认为欧阳雪肯定不会拿这种 遮遮掩掩掩的好处 但样品音箱明年必须要进入到欧洲市场 据现在已不到八个月的时间 还有第十三届北京国际音响唱片大展 也就还有十四个月开幕 这两项是老丁计划里非常重要的环节 时间相当紧迫 因此如果欧阳雪不同意的话 就要尽快做出调整 这件事情要是定不下来 后续工作就不能展开 随后两人带着王庙村人的希望 去找欧阳雪 说明了来意之后 欧阳雪还真是像瑞小丹所说的那样 对拿这种遮遮掩掩的好处并不感冒 他认为直接用老丁的名字注册会更省事 不得不佩服老丁长远且周到的考虑 殊不知这些措施在将来的公司运作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欧阳雪也被老丁的计划所折服并承诺会全力赔 但不知道他到底要出资多少 你的股票本利相加不会低于一百万 所以无论真假 你名义下的出资都是一百万 这个必须要有根据 你的资金是明年五月份才能从股市退场 但是公司运作的资金不能等 所以无论真假 欧阳雪有老丁做担保自然是又少了一份顾虑 他还想知道冯士杰他们三人的出资情况 他们可能会出一些 但可以忽略 从本质上讲还是需要资本方给他们提供股份电资 如果他们不缺资金的话 就不会邀请你们到果园里面去吃苹果 公司运作到高峰期需要的资金应该是三百万左右 那个时候是以公司的名义来融资 风险的底线是公司破产 绝对风险就是你名下的那个一百万 以及他们有可能拿出来的投资 其中你给他们电资的那一部分 表示他们个人对你的负责 就是心里有一点不舒服 您既要帮他们又要防着他们 这一点是为什么 这是起因负责 简单的说 就是开发王妙村民家生产力资源 拉动王妙村经济 给李小明 奉事杰刘斌 一个成就事业的机会 刘斌 太凑备了 天哪 这公司都成了发烧友俱乐部了 这么简单 你就给大哥吃这个了 这就挺好 那你呢 我在厨房吃过包子吧 这名男子正在欣赏女友跳舞时 有个女人故意贴着他坐下 老丁下意识地让了一点位置 没想到的是女人只是看了一眼老丁 然后再次往他身边靠 被逼到鸡脚嘎拉的老丁只好起身 这名女子借目的已达到 赶忙招呼自己的男同伴坐下 老丁看到后却没有说什么 只是站着继续静静地看着女友 瑞小丹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带一曲结束 真我亲爱一举的被人打败了 两人相视一笑 似乎这个插曲根本就不会影响他们的心情 因为在来这里前 老丁找到欧阳雪队带领王妙村脱贫一事达成了共识 接下来是计划的第二步 老丁郑重让瑞小丹辞职 这个不是通俗的英雄主义与平等意识可以理解的价值 瑞小丹感觉这是老丁在嘲讽他 也想不到老丁这么一个严谨的人 怎么会说出这么过头的话 再重申一点 我不能跟你讲点 也无法跟你解释所有 我说 你不知道你 所以你也是 这就对了 我就应该是我 为什么你非得让我不是我呢 既然是我知道了 我就不是我 那就是不可知 不能知 那就别知了 虽然故事的结果印证了老丁的分析是对的 但瑞小丹还是想坚持走自己的路 因此两人的心中有了一个结 老丁能预知以后即将发生的事 我是刑警 因为怕死而辞职 我做不到 你不该说出来 你应该知道 拒绝你 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 我相信你的思辨 你是站在你能把握的条件上来判断我的前途 但那是你的而不是我的 如果我不是我自己的而是你的 那就不是我爱你 那是你爱你自己 那就没有爱了 瑞小丹的话让老丁记心痛又无助 想一个人静一静时 才发现瑞小丹不是在送他回家 尽管你说那些话我不能接受 也不能完全理解 但是我还是很爱听 规定到底你是电脊荣 就凭这个 我怎么能送你回去 我给公司起了个名字 叫格律师 北京格律师音响有限公司 瑞小丹对老丁能想到这么有情调的创意感到惊讶 佩服的同事更多的是心疼 因为只有他知道老丁为了这件事而废寝忘时的研究资料 能想到这个公司名字确实是不容易 随后老丁来到女友家里 才知道瑞小丹已经按照老丁的生活习惯准备好了一系列的物品 刘冰与叶小明怎么也想不到老丁会送给他们一台车友 收到消息的两人早早的在路边等候 随着一台黑色轿车的停下 来送车的正是瑞小丹 叶小明与刘冰惊讶的同事更多的是期待 细心的刘冰上车后发现车辆证件上的名字不是丁原因 等把瑞小丹送去上班后 刘冰才讲出了这个疑问 对方的神秘让他们犯起了嘀咕 不知道老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样做又是图个啥 因为老丁这段时间经常在王庙村里摸牌 现在又突然有欧阳雪的加入 所以最近发生的事让叶小明也琢磨不透 另一边的王庙村的村民代表们都聚在一起歌书几件 老丁仔细地聆听着他们各自的特长与需求 随着刘冰与叶小明的姗姗来迟 这次王庙村会议的与会人员都已到齐 由老丁主持正式开始 前些日子大家把零零散散的一些条件搓到了一起 过了过筛子 根据大家的分析来看 存在了一些做事的可能性 所以今天的这个会议就以组建北京格律师音响有限公司为一体 预备股东扩大会议 至于预备股东为什么要扩大 是因为要明确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老丁认为彼此应该是要知根知底 因此今天这个会也是拍板的会议 会上通过的压着牙印都要算数 为此老丁还特地请来了王庙村小学的一位老师来做会议记录 会后每一个与会的人都要详细地审阅并签上名字 之后会根据这份记录来起草一份公司的章程并制定工作计划 有些农户听完就坐不住了 站起来直言怕挣不到钱更担心没有能力偿还借款 老丁早就想到了有人会提出这一点 但是既然公司选择了这种方式就一定是选择了这种风险 因此老丁提出如果现在有谁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的话 就可以提出来马上退出 我冒昧的问一下 那股东的前途在哪 仅就这个公司而言前途就在这 王庙村 在王庙村倒的优势 王庙村家家有房子有院子有剩余劳力 王庙村现在就差一样 公司之所以敢在王庙村下决心 就说明王庙村有这样东西 农户讲的话让老丁觉得很是欣慰 这就是老丁在王庙村脱贫会议上提出的生存之道 而农户们都是半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人 对于老丁所说的一时间难以消化 认为一帮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会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根据咱们现有的条件 当然不能和那些现代化生产方式硬朗 要扬长臂的时宜补缺 要学会在夹缝中求生存 我们在家里干活拼的是什么 就是不要命 这个市场的夹缝虽然很窄 但是我想成就一个王庙村和几个发烧友是足够 老丁的话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同 解决完农户的顾虑后 接下来就是股份和分工的事 冯世杰拿出了经过几天商议后的决定 欧阳雪是董事长 负责融资和决策 没有具体的管理和分工 叶晓明是总经理 负责全面的管理工作 我和刘平就别副总 具体工作根据不同阶段 由叶晓明分配 让干啥就干啥吧 从现在起 葛律师预备公司就存在了 老丁随后就向公司谈了两个硬性指标 首先是来年三月要注册公司申请音箱专利 再是明年的六月份要有十套顶尖级工艺的音箱 配套机柜以及音箱脚架发往欧洲 这两个硬性指标不存在争取和尽量这些弹性词 而是必须要完成 大家要围绕这两项指标展开工作各司其职 丁哥 我有个问题 欧阳小姐能给公司投资 都挺感谢的 我说这话 没半点针对欧阳小姐的意思 我只是不明白 丁哥为什么不直接投资 我们还是觉得丁哥直接投资 我们心里踏实 不论我现在有没有钱 也不论我以后再不再股成 单从资本的意义上说 我的钱和欧阳小姐的钱 有什么不一样的 丁哥 其实刘兵呢 他没别的什么意思 他就是觉得 丁哥您为咱公司的事忙活半天了 结果呢 没您啥事 不知道您图啥 这心里头啊 不踏实 对对对 我就是这意思 说到图什么 先假定我是一个骗子 然后你们各自摸一下兜里 有没有骗子能够惦记的东西 如果没有 那咱们就都放弃了 扶贫 是个好名字 但是扶贫的不是我 是你们 是你们的人 和你们的资本 我能图什么呢 你们想听听我说什么 那是因为我说的这些话 对你们有用 所以我就臭显能能了 哈哈 在回去的路上 欧阳雪对接下来 农户自己去买设备 提出了担忧 感觉这样会使公司的资金失控 但老丁认为设备不能当前使 农户负责生产 公司负责销售 这样利润是双向透明的 如果是坑跑了股东或者是负债过高的话 都不会符合农户的利益 因此老丁推断 叶晓明与冯士杰等人会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老丁的分析让欧阳雪没有了后顾之忧 他眼下的重点就是要把资金筹集到位 老丁也知道欧阳雪的钱不打头阵的话 其余的股东一分钱也不会到账上 与此同时 叶晓明等人也在谈论老丁没有一分钱入股的事 生怕一旦有亏损该如何是好 他们意识到欧阳雪才是大股东 几人便商量好以后办事都要多看看他的脸色 但现在见在弦上又不得不乏 叶晓明表态从今天开始对农户报上来的单子 都要亲自到商家去验货再谈价格 不能图便宜买烂货 更不能花冤枉钱买个不适用的 不久后老丁的计划就像给王妙村注入了强心计 贫困的农户们都有了笨头 刘逢世杰带头去进了一批材料回来 村民们得知消息后都参与进来泄火 原本沉寂的王妙村一下子变得热火朝天 而老丁这边也开始了动作 他准备去一趟舞台山 瑞小丹亲自把他送到了车站 我已经查过日历了 今天是农历9月19号 是观音菩萨出家的纪念日 你们今天出门可以沾点心气 你看你都快成巫婆了 趁着等车的见细 瑞小丹对只有欧阳雪顶着这么大的压力来帮忙提出了担心 同时也对老丁之前让欧阳雪买的那只股票提出了质疑 想知道老丁为什么说肯定能赚到钱 瑞小丹想不明白的是书店里教人炒股的书满贵都是 为什么到了老丁这里却连说都不能说了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一幕 那倒也是 这里面既有政治经济学 还有市场经济学 你得为改革开出一条道 还得分解改革的振动 这种时候的股市是真真假假大起当 笼笼笼笼的更不懂 就觉得户北之龙 好舞台的班车马上开车了 没买票的赶紧抓紧时间买票上车 这两个人去寺庙祈福却不愿意走正门 小和尚将他们拦下才知道两位是想要见主持人 就说有两位客人诚心求见 两位施主稍后 想不到商界怪财丁元英还喜欢这样做 而他与韩楚风之所以会一起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老丁在被瑞小丹送上去往舞台上的长途汽车后 早早接到老丁通知的韩楚风就已经驾车出发前往约定的地点 等出了收费站 韩楚风就找了一处空地下车 币边活动筋骨一边等候老丁的到来 不久后俩人顺利会面 跌了一路的老丁下车后就与志友来了一根滑子 韩楚风提一先去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再慢慢谈 随后老丁拿出了欧阳雪向韩楚风借贷的协议书交给志友查看 没想到的是一眨眼的功夫 韩楚风就直接签字并盖上了他的手指印 老丁远以为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 看来世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韩楚风推测老丁之所以会有难处都不告诉他 一定是有需要避嫌的地方 话到了这个份上老丁也不再遮掩 但让他更想不到的是韩楚风这次直接把那15万给带过来了 并且还加了5万在里面 老丁现在正是需要用钱之际没有多说什么也就收下了志友的好意 原本只是到古城休养的老丁现在摊上了这当子的事 他也毫不避讳的直言自己之所以会做出带领王妙村脱贫的事 就是为了送给瑞小丹一份礼物 这种闻所未闻的礼物让韩楚风感到惊讶的同事更多的是担心 想知道老丁杀父祭贫计划的对象 韩楚风对老丁说的这家公司非常的熟悉 随后在去往五台山的途中听了老丁的详细计划后 倒吸了一口凉气 也就知道了老丁这次到五台山的目的 为的就是在未来的商战中图个安心 他想与主持见面遭到了拒绝 随后让小和尚带着礼物两次去通报还是没能如愿 第三次老丁掏出了他早先准备好的一首词做最后一步 在门口等待了不久后就收到了邀请 并进入到寺庙的内院见到了主持 二位是主 姬老师 天皇 今天来到佛门境地拜见大师 只会讨得一个心安 天下之道论道极致 百姓的柴米油盐 人生冷暖论道极致 男人和女人的一个情子 这两个极致我都没敢冒犯 不可以吗 韩楚风也被老丁现在的意境折服 只是老丁一向对女人都敬而远之 但从现在来看他的变化确实是有点大 听完老丁的话 韩楚风忍不住感慨这一趟没有白来 同时也祝福志友终于找到了一位红颜之姐 而老丁即将实施的杀父济贫的计划 让人从中嗅到了一股朝朝见血一见封喉的寒气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商场如战场 老丁到五台山讨个心安的由来也就是这个原因 但随着老丁在王淼村的计划实施后不久 刘斌这边却出现了状况 他给自己封了一个主任 并验了许多名片见人就发 还开着老丁提供的那台车成天到处晃远 以至于让叶晓明有时候工作用车也找不到人 而刘斌每个月找欧阳雪报销的手机费 与汽油费却高得下人 让逢世杰与叶晓明对这个事都已经有了意见 只是他们碍于面子侧面把这个事跟欧阳雪提了下 刘斌的铺张忘费虽然可恨 但老丁却能够一下就判断出事情的本质 实在是令人佩服 随后老丁与欧阳雪来到王淼村视察情况 虽然冬天是个农闲的季节 但是王淼村在这个冬天却没有闲着 最直观的景象就是已经看不到聚在一起蹲着晒太阳的人了 村民们在简陋的工作环境下干的热火朝天 就连老是憨厚的冯士杰都忍不住说了一句 老丁听到后表情僵硬一脸严肃 接着老丁强调以后不可以再说累死了这句话 就算是要说只能在一种情况下面 那你是真快累死了 还剩最后一口气 但是有个前提 说完这句话你就得死 不能不死 丁哥 你比资本家还好 六十人 杂着给丁哥说话来 六十人 你了吧 要杂自己的事 你跟着丁哥有啥关系 想要干好事记住两句话 别把自己拍当的 别把别人太補养 就这个规律而言 天下无家一生会 我倒下 农户药的文件我都做好了 今天我给他们送过来 欧阳也来了 有什么事情待会儿到木工坊再聊 好啊 好 我这就给他们送去 好 行啊 那咱们待会儿就在木工坊 一会儿见吧 好好好 走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 一群大婶正在认真地 打磨音响的外况 寒冷的冬天 让他们的手都给冻伤 手被子的发黑 隔着屏幕都不忍之事 但这些都阻挡不了 王妙村村民们的热情 经过大家一段时间的努力 手台音响终于面试 欧阳雪看到后 都快惊掉了下巴 直言比瑞小丹家里的 要好看很多 就像从流水线上下来的一样 外行了吧 这种效果呀 只能靠手工能做出来 这倒磨器啊 一次只能处理一个水平面 等固化风干了以后 才能处理另一面 固态漆面和液态漆面 所有的衔接处 都在这棱角上 非常难处理 机械化流水线 绝对做不到 细心的老丁围着音箱 仔细地看了一圈后 也是赞不绝口 但也发现了一个缺陷 就是抛光不理想且不均匀 对此冯士杰经过与大家商讨 决定做一个带轨道的拖架 来解决这个问题 叶小明也表示 出口音箱的材料 也已经下了15对 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都考虑了进去 以后肯定会越做越好 随后老丁与几位股东 一起试听完音箱的效果后 为这套音箱取名 为格律师一号 本来是个大好的喜事 现在做的音箱还是没有底气 不知道以后能不能 靠这个混口饭吃 还有就是对音箱 要拿去做出口测评 代理表示了不理解 还有就是这个音箱 它有必要申请专利吗 这双嘴赞是以牺牲效率 来换取音质和响度的 如果这音箱做不起来了 那咱前面所有的钱 可就都白花了 反倒给人家这喇叭呀 供放啊做了广告了 咱呢成了冤打头了 音箱不一定能当饭吃 但它是公司的形象 是你们能够挤进音箱圈的入场券 出口的难以取决于海关的商检 取决于音箱机柜的材料 是否符合国际商检的要求 只要符合要求的 就可以交给一个出口代理公司办就好了 测评是一种商业服务 谁交钱都能办 代理是一个谈性词 代理关系的成立取决于双方开出的调定 老丁接着表示格律师音箱需要有 柏林巴黎伦敦三个城市做烘托 使用的说明书必须要有权威客观的测评 还需要有中英德法四种语言 更需要有英国总代理这样的标称 为此老丁提议付出八套音箱的代价 但他要个人购买其中的两套 徐斌一下就明白了老丁的意思 本来还没有什么可以吹牛的 这下要是成功了就把月圣与斯雷克两家做不到的事都做了 月圣斯雷克是两家权威影响公司 无论他们想在里面怎么做护照 都得先把你格律师挂在地头上 一夜之间你们和月圣斯雷克成分到底 该执嘴 因此下一步老丁准备让瑞小丹 趁着探亲假期间去往欧洲把事情办 我希望以后有什么事 时间跟大伙打个招呼 至少要跟叶总打个招呼吧 我说完了 接下来的几个重要环节就要看瑞小丹能否完成任务 在去外面吃饭的路上 老丁提醒瑞小丹抽个时间找肖亚文帮忙在北京租个门面 随后两人来到一家店刚一坐下来就听到了一个有趣的事 两人相视一笑还是换了一家比较清静的地方 期间两人谈起了乔居一国的感受以及瑞小丹憧憬憬的原因 警察是主流社会的标准 在德国也做不到 在中国就能做到 这就是国籍和血统给你的权利 当老丁知道瑞小丹在欧洲去过的几个地方后 他建议女友在这次返回的途中去一趟耶诺撒冷 去感受不同的抑郁风情 并表示肯定会增长不少见识 瑞小丹欣然接受了老丁的建议 不久后便收到了肖亚文已经找到了合室门面的好消息 瑞小丹赶忙与欧阳雪一同驱车前往 两人从白天开到了晚上终于与肖亚文见面 随后又马不停蹄地去看那家门面 欧阳雪查看后当即就把店面租下 几人正在憧憬未来的公司景象时 韩楚丹特意派人来请瑞小丹一行人前去吃饭 当得知欧阳雪还正在为没找到合适的仓库而发愁时 韩楚丹立即让在桌的马经理帮忙解决问题 如果丁总要跟马总租一间仓库 打个电话就行 不用从我这儿兜这么大个圈子 既然丁总拆我 我想这点小事不值得惊扰马总啊 哪里哪里 谈不上惊扰 谈不上惊扰 我要是元英我也不找你 你说到哪儿花钱都能办的事 我把这人情浪给你 这话说的 那就是元英想到雅文个人情啊 诶诫诫诫 雅文和小丹的关系 根本不缘起人情 那就是元英见外了 回头啊 我打电话批评他 就这样格律师按照老丁的计划 不经意中在北京悄然开业 没有举行庆典也没有任何人来祝贺 刘斌对老丁交代的这种开业方式很是不满 他觉得没有一点开张的样子 但让他想不到的是 店里没多久就售出了一个机会 也算是开了一个好彩头 一天下来总营业额居然有三千多块 这也让叶小明与刘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 他们相信以后肯定会越卖越好 由于格律师音想要依托于月圣的旗舰套装以及斯雷克的工坊 叶小明听从老丁的安排在办理完一系列的手续资料后 决定与刘斌一起前去拜访宁夏月圣的余志伟和斯雷克的赵忠涛 他们先来到斯雷克见到了赵总 未即将准备出口到欧洲的十几队音箱下了一个十几万的配件订单 等叶小明说明来意 赵忠涛欣然接受并主动帮忙约见了月圣公司的余志伟 随后几人以吃饭为明联络感情 饭后叶小明特意邀请两位老总到店里头坐坐 看着格律师摆放的像家具店一样 两位老总不解的同时还夹杂着一些嘲笑 但当他们听到格律师一号放出的音乐时 俩人不由地发出由衷的感叹 而另一边的欧阳雪在老丁的指定时间里卖掉了手中持有的股票 让他从中大赚了一笔 其中瑞小丹从父亲处借来的二十万买的股票也赚了三十多万 欧阳雪对老丁更是佩服的五体投顶 也增长了他的见识 此时的瑞小丹刚好探亲家也批复了下来 他准备先去趟杭州把父亲的借款还掉 但重犯王明阳在执行死刑前提出了一个要求 当瑞小丹正准备去机场时 他接到了局长打来的电话 瑞小丹看了下时间答应马上前往看守所 满足王明阳临行前的愿望 随后瑞小丹换上致富前往 在看守所的门口还买了王明阳最喜欢的义和华子 欲警简要地跟他说明了情况 瑞小丹便从容地去与王明阳见面 对于他真的能出现 王明阳惊讶的同时也表示感谢 我不知道这种时候该说什么合适 我看你很平静 心安就好 你的枪法很好 我老想起你开枪的那个场面 你真漂亮 因为一个偶然活下来 后怕吗 后怕清醒都有 我对你说的一句话 想了很久 很配的 瑞小丹亲眼看着王明阳被 压界上求撤离开 让他的心情复杂而沉重 一种天性使然的悲悯油然而生 如果这个世上没有罪恶的话 那该是多么的美好 瑞小丹在满足了王明阳的愿望后 就赶到杭州归还了父亲的二十万 随后他告诉父亲自己 马上要去一趟德国看望母亲 也想趁这个机会 向法兰克福大学提交材料 申请明年冬季的法律硕士学位 瑞小丹的父亲并不赞同他这样做 还是认为影视编剧更适合女儿一些 但瑞小丹对父亲所说的根本就不感兴趣 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 梦想着以后能当一个律师 一个女孩子当成律师啊 有几个当事人肯花钱雇女律师 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大子 整天拉动着面部肌肉强词夺理 整天得为填饱肚子去拉生意 你现在是年轻 老了怎么办 将来一把年纪了 还站在法庭上吵吵嚷嚷 你说那是什么形象 你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没有保障 还谈什么女性的优雅 情调和品味 父女俩又再一次起了争执 理智瑜最后是不欢而散 不久后瑞小丹如愿到达了柏林 并来到了老丁曾经住过的地方 他收拾好后便安顿了下来 等到从国内寄过来的两套音响一道 他立马安排给老丁在柏林的朋友 郑剑石与詹妮分别送去了一套音响 在音响室格贝森的好奇下 瑞小丹一边动手安装一边耐心地 讲解这套音响的特点集园里等 在试听了格律师播放的音乐后 格贝森对这套音响的创意及效果感到不可思议 随后郑剑石在他的中华园饭店给瑞小丹接风设议 在吃饭的时候 瑞小丹向大家说明了这次来柏林的目的 听说老丁是因为扶贫才做起了音响的事 郑剑石随即表示要做格律师音响在欧洲的总代 瑞小丹不敢擅自做主 他把这个事告知了老丁 剑石在欧洲的华侨圈子里有一定的影响 对乔武也比较关心 他刚才给我来过电话 如果他想做就让他做吧 你可以代表格律师公司给他写一份全权委托书 好 我知道了 待会就写 那写完了早点休息 道道时差 我睡不着 想你了 那就想着我睡 我不在家 你吃饭怎么办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都不行 如果说我一个人也能吃饭 你会说我不爱你 如果我说一个人连饭都吃不好 那多酸 你现在是有人疼的孩子了 跟以前能一样嘛 行了 早点休息吧 你一个人要注意身体啊 好 再见 这名女子来到异国他乡 他时隔两年多未见面的母亲 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简单的介绍后 母女两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而瑞小丹在来这里之前 为了让格律师音响在欧洲市场具有说服力 瑞小丹请了柏林的权威机构做了一次测评 结果数据相当喜人 他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告知了 拿下格律师欧洲总代理的证件事 郑大哥吗 我是小丹 你哈给徐研中心的测评报告文本已经出来了 测试结果很好 好啊 随喜随喜 我先去饭店把测评报告给你送一份 你谈代理用得上 要不要我现在打个电话 把这个消息告诉原因是吧 我看不用了 这个结果是他预料之中的事 再说 他现在正在睡觉呢 也是 在柏林完成了事情的瑞小丹 当晚就赶到了法兰克福来到母亲身边 于是便有了开头一幕 一晃母女俩又是两年多才见面 其中最关心的还是瑞小丹的个人感情问题 你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妈 都是成年人了 尊重一下人家隐私好不好 终身大事还是慎重点好 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就是这个糟糠之妻不下堂把中国妇女害惨了 因为我可以是糟糠 因为糟糠可以不下堂 如果糟糠之妻早下堂 中国妇女就不是现在这个素质了 女人不是因为被爱才可爱 是因为可爱才被爱 如果我在老刑警队也不会淘汰我 我也不用留学啊 难怪你爸说你脑子好事 说的是挺惊透的 瑞小丹这次到了法兰克福 除了特意来看母亲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向法兰克福大学提交留学申请 而她之所以会选择在这所大学 是因为这样既可以陪伴了母亲 又可以在自己家的店里稳定地打工 这样做的成本最低也最合理 同时她也知道自己的情况 肯定会符合留学的条件 但是就是不知道校方是否接受她的隔年份报名 如果不同意的话 明年瑞小丹还要再申请一次 尽管整理一次材料非常的繁琐 但是这样她与老丁又可以再多一年的相守和幸福 在老丁不在身边的日子里 瑞小丹总感觉时间过得很慢 为了缓解对老丁的相思之苦 她在母亲的店里洗完打工把自己累到精疲力尽 直至有一天接到了郑建石的电话 这件事办妥之后 也就意味着瑞小丹可以早点回国与老丁见面 为此她一刻也不想耽搁 去车站接到郑建石就往母亲的店里来 瑞小丹在欧洲经过几天的东奔西跑 终于完成了老丁交代的事情 小丹很快就要到了与母亲分别的日子 她顾不上吃饭礼貌地送走了郑建石 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 小丹的心里感慨万千 她觉得格律师的股东们各个都是聪明人 他们可以不用知道在柏林巴黎北京能做什么 也不必知道韩楚风沾逆政见时是什么人 还不用知道资金从哪里来 更不用知道人情这东西将来到底要回应什么 总而言之只要有老丁就行了 他们非常清楚用了一个丁元英 也就等于用了他的知识智慧与影响力 还用了他的能以社会背景一言必知的可用之处 如果说叶小明等人是聪明人的话 那么聪明与智慧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兼容 瑞小丹才真切地体会到老丁为送给他的这件礼物所付出的代价 简单地用餐之后就迫不及待地与老丁联系 为了节省花费他们相约在某个网站聊天 小丹把最近在欧洲办的十一一分享给了老丁 并表示不想绕道去耶诺撒朗 就想着早些回国与心爱的人在一起 你探亲的目的就是陪你母亲 如果你在执行任务 你也能说句我想你了就回家吗 反对 条件设置错误 那是没选择 这是有选择 我妈看我心不在这儿 已经同意让我回去了 我想你了 没想到的是因为小丹的这句话 让老丁做出了要与他到耶诺撒朗会面的决定 你是不是在赌气 你还是想让我绕到耶路撒朗 你认为我对你说的我想你 这四字可以那么的东西中 老丁嘱咐小丹千万不要把他前往欧洲的事情告诉任何人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一个名为五国十款音箱的大测评活动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参赛的名单内 葛律师的名字赫然在列 而叶小明对此却并不看好 他认为这些都是表面的文章 对促销音箱也许有些帮助 但本质还是在为月圣当托 况且参加这样的活动肯定要花费不少钱 把车没花咱的钱 应该来电话了 通知咱们买月圣旗舰套件 每个月一百套 明天我得找志伟谈这事去 这对他们是好事 有生意谁不做 这只是你的想法 我要是月圣就得好好考虑考虑 这些套件放出去 会不会冲击了自己的市场 那怎么办 我说的只是一种可能 并不表示 这生意就做不成 与此同时月圣分公司的经理余志伟 也看到了这个五国十大音箱的测评活动 以至于当叶晓明上门来订货时 老道的余志伟也要请示上级 唯由先将叶晓明打发走 实际上他也担心将这批套件放出去的话 会冲击到月圣自己的市场 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余志伟思来想去也拿不准主意 可是如果因为我个人的判断失误 放过了这一百多万的生意 这个责任我也撑他们来 这事我拿不住 这切实账走 他安排人马上搜集有关格律师的资料 上报深圳总部 月圣公司董事长林宇峰 通过于志伟搜集来的资料 判断出格律师的价格定位过高 且不具备市场竞争力 对于丁源因这个陌生的名字 根本就不屑一顾 加上格律师购买的套件 还能够为月圣做广告 因此林宇峰做出了一个将来 让他后悔一生的决点 给他们 但不是每个月一百套 是一年一次的一千套 价格上可以多做的让步 要让他们算起来 比每个月近一百套划算 往一千套里赶他们 如果是一百套的零打碎锹 这点生意就不得了 他们真想要 就到柜台拿零售价去 有了月圣公司董事长林宇峰的音韵后 北京分公司金鲤于志伟 很快就找到叶晓明 传达了公司总部的决点 两人一拍即合达成了合作 但叶晓明对老丁 给格律师音箱的定价产生了质疑 他觉得应该以机柜为主 逐渐地向音箱方面渗透 同时也对欧阳学只听从老丁的建议产生了不满 此时距离北京的音箱展 还有八个多月的时间 老丁给他们下达的任务 是在这期间一定要做好五百对音箱 从此叶晓明与刘兵忙得不亦乐乎 王妙村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但自从格律师在北京开店以来 音箱的销量却不尽如人意 让刘兵也开始焦躁不安起来 幸亏咱的机柜和音箱找家走得还不错 要不然真要关门了 转眼就到了北京音响展示会的开幕 但在这期间 格律师音响还没有过一粒普通顾客购买的情况 这就说明老丁的计划 就是把希望寄托在这次的展示会上 然而叶逢留三人都不相信 这次是个扭转的机会 布置完会场的叶晓明与刘兵 还在为公司的决定喋喋不休 当欧阳学与逢世杰赶到会场后 老丁突然来了信息 要求他们四个人现在马上赶回古城开会 对此刘兵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叶晓明敏锐的感觉到老丁可能会有大动作 天哪 我突然想明白了 原来他兜这么大的圈子 为的就是这个呀 为了啥呀 市场上都知道 咱格律师音响 用的是月圣旗舰的两次套件 如果他把价格降到跟月圣旗舰一样 或者比他还低的话 那会怎么样 那还用不说 那就把月圣旗舰给顶死了呗 真够狠啊 也真够阴的 但是他惹错人了 等格律师的四大股东火急火燎的赶回古城 老丁召开这次会议的内容 与叶晓明猜测的差不多 但没想到的是会有这么大的降价 老丁为此还做出了一公告 本公司决定平价销售 格律师一号双组分音箱 公司批发价由原来的7600元 降至3400元 冯士杰头一个提出了不理解 老丁只好耐心地解释 眼下即便是音箱在公司的利润率是零 只要王妙村的农民挣到了加工费 那就有利益 事实上是音箱机柜在有原始 如果我们要想让音箱日后有可能挣钱的话 现在必须要撕开一个 作为格律师公司总经理的叶晓明 不明白公司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不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老丁认为不这样做的话音箱将会卖不出去 也就不足以招视格律师音箱的低成本高质量 我同意降压 但是不同意降到挑起争端的程度 不降到这个程度就不足以销售一空 如果不销售一空的话就不足以诚实 叶晓明说来说去就是不想得罪月圣 他觉得老丁这样做就是在恩将仇报 叶晓明认为他作为一个外乡人在北京经营 加上格律师音箱现在还依赖于月圣的套件 如果与月圣为敌就无异于是以卵基石 因此叶晓明怕以后在北京没有办法与人家打交道 这样迟早会出事 如果出了事那又是谁来负责吗 这是公司行为 有公司负责 这是少数人的行为 露骨点说是你的个人行为 不是大多数人的意见 不能代表公司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你帮忙 也可以不请你帮忙呢 可以 如果你们不需要我了 我就不代表你们了 如果欧阳雪允许修改当时约定的出资条件 我这就可以退席 我不威胁 会上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 吵架 甚至是拍桌子骂架都可以 但是 如果没有站得住脚的反对力 散了会以后必须要执行 好吧 我执行董事会的决定 但是我保留意见 具体是以你们商量的办 不耽误大家时间 算吧 这是一场国内声势浩大的音响展示会 很多展台人朝涌动络绎不绝 但有一家雀门看罗雀 那就是带有主角光环的格律师 他们这次从古城带来了六个人 对展示会期间的工作早就做好了明确的分工 其中刘斌的情绪还算积极 特意叫来两个之前做过音响生意的朋友帮忙 而叶小明则是另一个境地 自从他知道了老丁的杀父祭贫的计划后 整个人就没了往日的神采 他觉得自己置身于一种强力的漩涡 有点身不由己茫然无措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漩涡将来会把他带到什么地方 展示会很快就过去了一天 格律师一无所获 第二天他们依照老丁的要求贴出了降价的公告 一下子就吸引了大批稍有的注意 格律师展示柜台门口不久后就出现了摩肩接踵的人群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斯雷克经理赵中涛的耳队 他敏锐地嗅到了一个商机 咱们的电源和前后集中棒是推动格律师音箱的黄金搭配机器 500对格律师音箱能给咱们带来一笔几百万的生意 我马上向总部请示 在展示会期间 咱们这三款机器的价格下调3% 加上赵中涛的这部呼应 格律师音箱的展厅内更是人山人海 音箱的销售情况相当火爆 老丁之前计划的500对音箱很快就收心 然而格律师的股东们还没来得及庆祝 却不知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即将来临 月圣公司总裁林宇峰得知了格律师在音箱展示会的操作后 立刻在深圳总部召开了紧急会议 对于格律师给月圣造成的损失 林宇峰提出要起诉对方的不正当竞争并要求600万的赔偿 不久后在北京的叶小明收到了法院送来的原告诉讼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 感觉天要塌下来似的恐慌让叶小明失去了理智 他没有选择把这件事第一时间告知老丁 而是自认为理亏 输赢都忌惮90万的律师费 随后叶小明与刘斌连夜返回了古城 把被月圣起诉的事告知了冯士杰 经过叶小明自认为的那套说辞洗脑 没见过世面的冯士杰与刘斌成功地被激怒 对老丁的这波操作恨得咬牙切齿 最后叶小明提出了求和的想法 决定带着十万先去试试跃胜的底线 求和就等于是跟丁哥决裂 这欧阳雪是控育方 以后这关系还怎么处 如果求和不成那怎么顺畅 能处就处 不能处也不强求 要是求和不成的话咱退过 就这样三个刚巴上几年的人 比他们的认知能力做出了一个 让他们将来后悔的决定 那好吧 我同意 我也同意 你得成 咱现在就去到欧阳雪 马上召开股东会 距离力争 如果他拒绝求和 咱当场退股 如果他同意求和 雪姐 你马上去买明天的机票 我跟他去深圳 一个董事长 一个总经理 登门道歉 购物对了 刘斌 你到北京去手摊子 一旦接到求和失败的电话 你立马带上公司的手续回古城 那咱可就得探牌了 咱不能坐着等死 好 只能这样了 就照你说的吧 走 走 葛律师公司的董事长 欧阳雪 与总经理叶小明 亲自去深圳 给月圣公司登门道歉求和 并附带十万的道歉礼金 当然了 这次求和 不一定真的走得通 走不通了 咱再另做打算也不成 其实叶小明在来欧阳雪家里前 就已经与刘斌 还有冯士杰商量好了 如果求和失败 就要退股 只是还被蒙在鼓里的欧阳雪 最终还是答应了 他们三人的请求 次日月圣总裁林宇峰得知 葛律师来人要求弹劾后 决定利用这次送上门的机会好好做一把秀 欧阳雪从月圣出来隐约感觉有些不对劲 也要考察学习深圳的某些饭店 唯由一个人去散心 结果他在不知不觉中走了神 因为叶小明在接到月圣的起诉书后 居然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老丁与欧阳雪 而是先去与刘斌还有冯士杰商量一致 才来通知欧阳雪这个所谓的董事长 这些足以说明叶冯刘三人在排斥老丁 同时也让欧阳雪感觉到 与这三位格律师的股东走不了多远了 这场官司按照他们三人的逻辑 只要是打起来 输赢都是一个死字 他们认为的出路就是避免诉讼的发生 那么假如明天的求和没有成功的话 欧阳雪似乎已经看到了结局 让他的心里忐忑不安起来 次日如约见到月圣公司总裁林宇峰时 就出现了开头一幕 月圣公司的代表开场 尖酸刻薄的话似乎预示着这场和谈的结局 尽管夜小明做了充分的准备剧理力争 但月圣公司根本就不给他们机会 和谈在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 夜小明第一时间通知了冯士杰 当欧阳雪从深圳返回 见到了前来接机的刘斌与逢世界时 直觉告诉他将会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现在求和失败 格律师公司对于他们三人来说 多待一分钟就意味着多一分的威胁 结果在回去的车上由夜小明带头发言 董事长 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我们也就没什么可以瞒的了 直说吧 我们三个要求退补 当然公司法规定 股东 可以 手续他们都带来了 也不费什么事 免得董事长 老挂着这些心态 这是欧阳雪玉赶到的最坏的结果 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天来的这么快 欧阳雪满足了他们蜀木寸光井底之蛙的要求 接受了夜逢留三人的退补 而三人中就属刘斌最为狡猾 在办理完退补后又提出要在公司上班 并主动借替了夜小明之前的总经理之位 他这样做达到的既有效避险 又保留希望的双重目 就这样夜逢留三人悬着的心终于是放下 也彻底与葛律师划清了界限 欧阳雪成为了一个光感撕裂 他无助地在办公室大哭了一场 将这几天来心里的沉重都挥发了出去 他回想着之前去深圳求和的事 御发肯定是个错误的选择 现在接受退补既有一期用事也是别无选择 但如果刚才他不接受夜逢留三人的退补 一定会招来无休止的争论抱怨与指责 归根结底会将所有矛头都指向老丁 欧阳雪此刻怎么也搞不明白 葛律师公司到底是谁要办的事 还有是谁非要找高人指条路的 又是谁想通过公司来解决生存与失业的问题 不能承担风险却偏要来凑润了 欧阳雪越想越明白这次无论官司的胜败 他只会经营饭店 在他心里也只有这一行才是正当 因此他想与老丁好好地谈一谈 而无债一身轻的夜逢留三人出于礼貌 决定去向老丁道别 得知消息的老丁 并没有感到惊讶 貌似这个结果都在他的预料范围之内 等夜逢留三人正要离开老丁所居住的小区时 刚好与欧阳雪擦肩而过 双方只是确认过眼神 但此刻只有陌生与尴尬 随后欧阳雪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老丁家里 简要地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老丁沉着冷静地让欧阳雪先硬诉 并表示这件事不经过诉讼不好处理 但欧阳雪咨询过这方面的律师 六百万的争议标最低都要九十万的诉讼费 那就还不如把公司给律师算了 谁给你规定打官司一定要找律师呢 这个官司不复杂 只要把证据实事求是的陈述清楚就可以了 萧雅文的素质不错 也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商务经验 跟你们大家都熟 你公司出二十万 他就可以给你做诉讼代理 到北京去找他一把 争取一下他的面 瑞小丹看着只有愁容满面心里五味成杂 他在思考老丁送他的这份礼物 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 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 萧雅文到底会不会帮忙吗 哎呦 让人看见 我在这一项不上了 就算了吧 情况就是这个情况 想不到一代商界鬼才 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会害羞的脸红 老丁与瑞小丹时隔多日再次相见 彼此心里都装着一肚子的话要与对方讲 但现在两人都在为格律师公司的前途考虑 就因为月圣公司的一纸不知结果的诉状 让格律师公司的欧阳雪成了光胆司令 幸亏有萧雅文眼光长远 不但愿意为格律师公司代理诉讼 而且还入股加入了公司 萧雅文为了打赢这场官司 刻意与欧阳雪一起到王妙村拍摄取证 在保证农户不耽误生产的情况下 萧雅文拍得非常认真 不愿意放弃每一个细节 每一道工序都不落下 与此同时瑞小丹与同事们一起完成了 上级下达的抓捕任务回到了古城 工作的疲惫对于他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 然而他在出差的这几天里 大脑里一直在持续地思考着 最近发生在格律师公司的事 瑞小丹的思想与心理都在经历一次 从未有过的冲击 有很多不明白的问题需要找老丁弄清楚 只要是想到了的就都写了下来 随后顾不上休息带着满脑的疑问去找老丁 于是便有了开头一幕 老丁在车上告诉了瑞小丹一个好消息 萧雅文来过了 前两天他去王妙村收取证据 他说不收取代理费 希望有机会能够入股公司 欧阳雪正求公司没人管 一拍几个 已经签署了红存转网信 萧雅文认读了瑞小丹他们退掉的评讯 这样一来公司既不用怎样 也不用合作 瑞小丹对志友的拔刀相助表示高兴以外 更多的是期待 这些天我想了很多很多 关于文化属性 关于你和我 关于月圣公司和王妙村 关于已经发生过的和可以预见的 我好像从来没有相信在这样 这么沉溺于思考 好像突然有很多很多话要跟你说 很多很多的问题要跟你讨论 瑞小丹拿出了那张写有问题的 只让老丁解答 随后两人在家里海阔天空的聊天 在老丁的开导下 瑞小丹终于决定采纳老丁两年前给他的建议 并开始计划辞职后的生活模式 女人和男人的对话方式只有两个 要么躺着要么站着 所以我总愿意把你想象成一个流浪街头的罪汉 想收留你 但是不敢想象收留你的门槛有多高 你说过给你扔块馒头就行 可是你要的那块馒头太大 我这个穷家养不活你 你为什么要养 心里 女人的心里需要 和你在一起 我还没有自信到 不需要证明就能和你站着对话 国家机器不缺一个迟早要被淘汰的女行姐 而社会应该多一个有非常作位的人才 依你的条件 阅历 资源 你在十五年当中 挣一千万 就在瑞小丹与老丁谈天说地的那个晚上 国内的音响龙头企业伯爵公司 却笼罩在一种如临大敌的气氛中 因为格律师这家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小公司 居然敢叫板月圣公司 让作为旁观者的他们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危机感 伯爵公司董事长连夜举行了高层会议 随着月圣公司与格律师公司诉讼案的持续发酵 无论哪家公司最终胜诉 伯爵公司必须对之后的连带影响做出应对措施 为此他们派人对格律师展开了深入的调查 发现这次不是一件简单的商业纠纷 也并非不关伯爵公司的痛量 格律师事件有理由被解读为一次影响价格战的序幕 消费者会因此而产生持弊观望的心态 事实上伯爵公司的销售情况已经受到了影响 如果格律师这次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攻击行动的话 一旦月圣公司败诉 接下来就会对伯爵公司构成威胁 所以必须要为与筹谋提前拿出方案 因此伯爵公司通过各种渠道对格律师的幕后人物丁元英进行了研究 此人是柏林大学的经济学厕所人 先后就职于柏林的HNS国际金融投资公司 北京通达政权公司 柏林世界经济周刊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员 此人曾创办私募基金 居业内人士估计 私募基金受托资本至少超过两亿元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他又从股市卷走至少两亿 这个人性格孤僻 不善交往 也没有什么名气 但是真正了解他的人 对他都有一个共同的评价 伪财 随后伯爵公司高层对这次纠纷案的胜出者 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评估 结果他们一致认为是格律师公司将会存在巨大的威胁 因为月圣胜诉只是各自退回原位 而格律师一旦胜诉 就意味着他们掌握着最低成本的生产方式 对于价格才是法宝的市场将带来一场不小的风暴 而伯爵公司的产品根本就没有优势 最后伯爵公司董事长决定采取预警再先和创造机会的方式 以董事会的名义正式提出用650万的价格收购格律师公司 同时向媒体公开发布消息 收购格律师是预警和创造机会的需要 200万元收购 那是衬服打劫 400万是抛媚 月圣公司向格律师提出600万的损害赔偿要求 说明格律师有这个能量 我们在这个数字上添加50万 已是与争议标的区别 且不说伯爵公司的决定不知道是不是也在老丁的预料范围 但瑞小丹不久后接受了沈公安厅安排的任务 要到广州扮演一个名贵花瓶 化名下雨去执行一个表面看似轻松 实则潜在着巨大危险的任务 只是让所有人想不到的事 瑞小丹的这一曲将成了与老丁的角 等他说明来意 肖亚文惊讶的同事更多的是欣慰 在他心里能被老丁气重视求之不得的事 当场就答应了欧阳雪的请求 接下了格律师公司的代理诉讼事务 但他经过对欧阳雪带来的资料进行研究 才知道欧阳雪与叶小明自从接到月圣的起诉书之日 隔天就跑到了深圳去弹劾 结果一回到古城夜逢留三人就闪电式的退步 因此肖亚文可以判断出这三个人对诉讼结果 以及格律师公司的前景很悲观 也对欧阳雪在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上签字的情景 与心情表示同情 肖亚文的回答让欧阳雪的心里乐开了花 以为这次是胜券在握了 但肖亚文认为这件事本来就有定数 以他对老丁的了解 他是不可能没有预见到这场诉讼的发生 如果说预见了又不去规避的话 那就只有一种解释 这场诉讼肯定不是偶然与被动的 应该是设计和预期的 也是老丁计划的一部分 因此肖亚文判定一定是老丁 想通过这场诉讼来达到什么目的 至于诉讼代理 如果不是我打这场官司 那打这场官司的就很可能是小单 行啊 亚文女 那依你看 大哥想通过这场诉讼 达到什么目的 至少可以通过诉讼的媒体报道 让更多的人知道格律师产品的低成本与高质量 以此来提高产品的知名度 如果越胜败速的话 就只剩下选择与格律师合作 那么在未来的两三年内 格律师公司将会有一个高速的发展期 我没看出来 你不是没看出来 你是根本就没看 你心思啊 不在这儿 我同意丁总的看法 这个官司并不复杂 只要把证据说清楚就行 逍遥文会眼识珠 她向欧阳雪提出想购买格律师的一些股份 并加入公司 没想到的是这与欧阳雪心里的愿望不谋而合 你可想好了再说啊 说出来我可就当真了 下午我看过材料就有想法 只是有趁火打劫之嫌 不好开口 但是等胜诉以后再提 我还不如现在趁火打劫 心里来得干净点 不过我想让你相信 我不管入不入 都会打好这场官司 这本来就是一块擦不掉的黑 也只能黑着点的 亚文 我真想拥抱你了 同时欧阳雪出于好意 希望肖亚文在胜诉之后再入 我的机会就在于败诉的风险 等打完官司 我就不该有机会了 如果可以胜诉以后再入股 以叶小明他们的资历 他们理当比我有优先权 胜诉以后公司升职 如果按升职后的股价入股 我就得承担更多的负债 如果按现在的股价入股 我得到的就是叶小明他们理当优先得到 而没有得到的东西 我还不如人家来的国民美国 所以我的机会就在于败诉的风险 在于应诉之前 我本来就是个打工的 输了接着打工 对我来说 能有个网牌桌上凑的机会 就已经很不错了 想不到肖亚文的思维是如此的缜密 让欧阳雪也不得不佩服 随后两人一起来到老丁家里 在与肖亚文的对话中 老丁确定了他现在已经具有 接管格律师公司的能力 比起托管转让 我认为亚文接管这个公司 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我想小单有个谈议 胜诉的机率高 不等于胜诉 败诉的可能性一直存在 亚文你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必须要对败诉 有充分的心理准 败诉了 我还去打工 从哪来到哪去 等老的连打工都没人要了 我就摆个小摊 开个小店 这不是我愿不愿意的事情 是我必须得这样 如果这辈子我都没把债务还清 那欧阳只能认倒霉了 行 就是你了 肖亚文为了打赢这场官司 刻意与欧阳雪一起到王妙村拍摄取证 在保证农户不耽误生产的情况下 肖亚文拍得非常认真 不愿意放弃每一个细节 每一道工序都不落下 与此同时 瑞小丹与同事们一起完成了上级下达的抓捕任务回到了古城 工作的疲惫对于他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 然而他在出差的这几天里 大脑里一直在持续地思考着最近发生在格律师公司的事 瑞小丹的思想与心理都在经历一次从未有过的冲击 有很多不明白的问题需要找老丁弄清楚 只要是想到了的就都写了下来 随后顾不上休息带着满脑的疑问去找老丁 想不到一代商界鬼才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会害羞的脸红 老丁与瑞小丹事隔多日再次相见 彼此心里都装着一肚子的话要与对方讲 老丁在车上告诉了瑞小丹一个好消息 瑞小丹对志友的拔刀相助表示高兴以外更多的是期待 瑞小丹拿出了那张写有问题的只让老丁解答 随后两人在家里海阔天空的聊天 在老丁的开导下 瑞小丹终于决定采纳老丁两年前给他的建议 并开始计划辞职后的生活模式 女人和男人的对话方式只有两个 要么躺着要么站着 所以我总愿意把你想象成一个流浪街头的罪汉 想收留你 但是不敢想象收留你的门槛有多高 你说过给你扔块馒头就行 可是你要的那块馒头太大 我这个穷家养不活你 就在瑞小丹与老丁谈天说地的那个晚上 国内的音响龙头企业伯爵公司却笼罩在一种如临大敌的气氛中 因为格律师这家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小公司居然敢叫板月圣公司 让作为旁观者的他们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危机感 伯爵公司董事长连夜举行了高层会议 随着月圣公司与格律师公司诉讼案的持续发酵 无论哪家公司最终胜诉 伯爵公司必须对之后的连带影响做出应对措施 为此他们派人对格律师展开了深入的调查 发现这次不是一件简单的商业纠纷 也并非不关伯爵公司的痛量 格律师事件有理由被解读为一次影响价格战的序幕 消费者会因此而产生持弊观望的心态 事实上伯爵公司的销售情况已经受到了影响 如果格律师这次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攻击行动的话 一旦月圣公司败诉 接下来就会对伯爵公司构成威胁 所以必须要未与筹谋提前拿出方案 因此伯爵公司通过各种渠道 对格律师的幕后人物丁元英进行了研究 此人是柏林大学的经济学设计 先后就职于柏林的HNS国际金融投资公司 北京冲达政权公司 柏林世界经济周刊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员 此人曾创办私募基金 据业内人士估计 私募基金受托资本至少超过两亿人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他又从股市卷走至少两亿 这个人性格孤疲 不善交往 也没有什么名气 但是真正了解他的人 对他都有一个共同的评价 伪裁 随后伯爵公司高层对这次纠纷案的 胜出者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评估 结果他们一致认为是 格律师公司将会存在巨大的威胁 因为月圣胜诉只是各自退回原位 而格律师一旦胜诉 就意味着他们掌握着最低成本的生产方式 对于价格才是法宝的市场 将带来一场不小的风暴 而伯爵公司的产品根本就没有优势 最后伯爵公司董事长决定采取 预警在先河创造机会的方式 以董事会的名义正式提出 用650万的价格收购格律师公司 同时向媒体公开发布消息 收购格律师是预警和创造机会的需要 200万元收购 那是趁佛打劫 400万是抛媚 月圣公司向格律师提出600万的损害赔偿要求 说明格律师有这个能量 我们在这个数字上添加50万 以示与争议标的有区别 你不接近他 不了解你怎么知道他值不值600万 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胜诉 你怎么知道该不该说 你接近他了没 看清楚了没 谈判了 且不说伯爵公司的决定 不知道是不是也在老丁的预料范围 但瑞小丹不久后接受了 沈公安厅安排的任务 要到广州扮演一个名贵花瓶 化名下雨去执行一个表面看似轻松 实则潜在着巨大危险的任务 只是让所有人想不到的是 瑞小丹的这一去将成了与老丁的诀别 刘斌怎么也想不到 短时间内公司的情况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他已从格律师的股东变为了一个雇员 而肖亚文成为了刘斌的老板之后的首件事 就是要把这台宝马乌归原主 因为他觉得这台车 无论在产权与级别上 都不适合放在格律师公司 就在他与韩楚风在交谈时 公司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一位衣着时髦的女子一眼就看中了店里的样子 还没来得及跟刘斌讲时 随着一台车的停下 上海伯爵公司派人送来了收购格律师的一项书 刘斌看着对方开出的650万的价格 直接愣在了原底 幸亏有同事提醒才想起店里还有一位顾客 没想到的是这位红衣女子 就是奔着这套音响来的 就连配套的机柜与音箱架子也要打包带走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套音箱肖亚文已经答应送给欧阳雪 作为转让股份的谢 刘斌作为知情人之一委婉地 回绝了眼前美女的要求 奇怪的是这名红衣女子并没有着急地走开 而是不紧不慢地在店里仔细观察起来 此时的刘斌再次看着伯爵公司的收购异项书陷入了沉思 根本没有心思理会红衣女子 师傅您忙完了吗 您还是去请回吧 等了也没用 不是跟您说了那是样警 总经已交代了 不能买 您不能让我为了这事丢了工作 外面那辆奥迪车 是您的吧 是啊 这和音响有什么关系 既然奥迪车还在 证明你们经理应该没走远吧 既然你做不了主 那我跟你们经理掉 话到了这个份上 刘斌只好电话征求肖耀文的意见 等肖耀文回到店里 那名红衣女子居然还没有离开 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思 肖耀文只好礼貌地上前招呼 通过了解 这名红衣女子就是歌手楚洁 是因为前不久在欧洲演出的时候 偶然间发现了这种两台前妓 四台后级的音箱玩法 给她留下了很深的音箱 结果一打听这种音箱 居然还是国产的 所以回到国内后 她就到处寻找 现在终于是找到了 楚小姐 这套音箱真的已经售出了 买主是欧阳小姐 她既是我的朋友 也是公司的股东 因为这套音箱是最早的EP 她希望留一套原汁原味的 也因为她是公司的股东 音箱一提走 店里就空了 所以呢 就一直摆在这 那我就更得要了 我就是要第一批原汁原味的呀 我是真的被你感动了 要不这样 我给欧阳打个电话 你跟她说 要是她同意 你就搬走 要是她不同意呢 你也别让我为难 那你打给她吧 我来说 喂 欧阳 我是雅文 知道有个歌手叫楚杰吗 她现在在店里 坚持要买你那套样机 好 我让她跟你说 喂 欧阳小姐你好 楚小姐 你好你好 我很喜欢你唱歌 谢谢你这么喜欢我们格律师音箱 我同意那套样机转让给你 感谢你对我们公司的支持啊 就这样格律师在宇悦胜公司还没打官司前 店里就没有了音箱 只剩下了一些配套的物件 刘斌看着肖亚文把公司新配的车开走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肖亚文会在这个时候入股公司 更让他匪夷所思的是 伯爵公司为什么出650万收购格律师公司 那么他们到底是根据什么来判断格律师这次会胜诉的 同时这也就意味着刘斌之前退股的决定 让他损失了至少70万 想到了这些的刘斌心理开始变得极度不平衡了 肖亚文看着刘斌失落的神态 心中滋生出一种莫名的悲悯 伯爵公司的这份收购意向书 肯定会给刘斌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 但是肖亚文对凭空冒出来的收购意向书有了不理 不知道与当前的诉讼有什么关系 更不清楚伯爵公司的真实意图 这些都需要肖亚文尽快弄明白 而另一边的刘斌还是迟迟没有下班 一个人官在公司里懊恼 他想给自己空虚的心理寻找一个质点 因为格律师发展到现在的样子 刘斌认为是他与叶小明还有冯士杰等人 艰苦创业两年才有今天的局面 此刻他非常迷恋开着宝马到处悠哉的日子 突然一个邪恶的想法在他脑子里诞生 刘斌首先拨通了叶小明的电话 咱们上人的当 今儿伯爵公司派人送来一份一项书 说是要以650万收入的律师 当初我和股东最少 如果按损失计算 退出公司的代价就是70万 现在肖亚文是公司的控制方 这才几天时间 他就赚了300万 要不是料定没有风险 他会干这种傻事 那又能怎么样 即便是个阴谋 退骨也是男子以及体育团 刘斌见叶小明没有要追究的想法 也就失望地挂了电话 随后又通知了冯氏姐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冯氏姐比他要冷静很多 我不认为是别人骗了咱们 所有的判断 都是咱们自己做出来的 跟别人没关系 当时那种情况 欧阳雪能同意给咱们退骨 我觉得已经够可以了 说句难听的话 那是人家不给咱一般见识 我还是那句话 要怪就怪咱 咱是烂泥巴扶不上他们墙 这个晚上注定某些人要失眠 格律师事件给所有参与进来的人 都上了生动的一课 其中的道理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而肖亚文则在没有人骚扰的情况下 在咖啡馆响了三个小时 终于明白了伯爵公司这个收购意向书 只不过是虚谎一枪 最终的意图并不是收购 而是要来接近与了解格律师公司 因此肖亚文断定伯爵公司 这招就是不简单的拘安思维而已 但眼下的重点是要帮格律师先打赢这场官司 服务员 买单 随着开庭日的到来 肖亚文能够让格律师走出困境吗 略胜总裁林宇峰尽管对诉讼有信心 但信心并不代表着结果 她的心里还是隐隐地萌动着一种无以名状的不安 虽然格律师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应速答辩中 因此而放弃了一次答辩权力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林宇峰的心里七上八下 搞不清格律师是否一开始就不想打这场官司 还是对方内部出了问题 格律师这次又能拿出什么样的证据呢 让林宇峰想不到的是 另一边的双方代表很快进行了证据交换 肖亚文充分细腻的资料 让月圣公司的代表看得哑口无言 随后林宇峰在忐忑不安中 接到了关于这次诉讼进程的电话 他才知道情况不妙 肖亚文的证据非常充分 格律师实际上就是扶贫公司 完全是贫困村的农户室生产方式 一句话 在不是人呆的地方干不是人干的活 跟好天宇的资本家一样 根本不是物业生产的成本概念 我策划是地缘营 详细情况电话里说不清楚 我见面再探讨 证据里有VCD影像资料 你让方秘书准备下播放射 江律师刚才已经向岩所上通报了情况 败苏 几乎是定局了 可能需要考虑败苏以后的应对问题 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啊 显然这不是林宇峰想要的结果 败苏的后果让他陷入了沉思 同时也对丁元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为此他特意去找了当地一个黑老大 并向对方讲出了他的想法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就不能不去关注一下 那位幕后的丁先生 这里不是说这种话的地方 好 去我帮我事 但是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一步 黑老大也说出了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宇峰啊 算了 咱不管影响了 潮起潮落常有的事 你别老放在心上 到我这来 你愿意单干 我给你植个摊子 你愿意热闹 咱们就在一个锅里头搅晃 月圣那边的事 交给赵新 让他们折腾去 林宇峰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 需要时间来消化 虽然他外表看似沉静 但是他的内心却无比的沉重 被一种失败的情绪笼罩着 即将面临败诉的严峻现实 让林宇峰绷紧了每一根神经 因为自己的一招不善而满盘皆输 现在的懊恼与反悔都已为时已晚 林宇峰的心里堵得慌也憋屈得很 老弟啊 哥哥我不是好人 是过来的坏人 我是真心把你当为朋友 才说了几句人话 你在这种时候 来找我这种朋友 潜意识里就有 想用那种方式解决问题的念头 道就是规矩 既有所能 就必有所不能 你想刚强的他首次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欲哭无泪欲速无声 种种迹象表明 现在的月圣想要走出困境的话 唯一的出路就是与格律师合作 这样才能优势互补强化市场的竞争力 或许这就是老丁策划这次事件的真正目的 然而林宇峰为了挽救月圣公司 脑海里只是闪过一次撤诉 并与格律师求和的想法 但他怎么也不相信 自己竟然会败在几个发烧油组成的草根公司 说白了还是拉不下那个面子 随后就去研究 当看到镜头里都是朴实的农民与艰苦的工作环境时 林宇峰除了难以置信就是不可思议 这名女子首次到健身房就被一个老外用屋檐搭闪 显然是嘀咕了女方的外语能力 瑞小丹好不客气地叫她做人 瑞小丹旁边的这位名叫沈南 也是这次行动成败的关键人物 而瑞小丹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在不久前 瑞小丹接到了沈公安厅派来的任务 明川市某银行行长吴承祥因涉嫌贪污3000多万而批捕再逃 警方现在所掌握的情况是 吴承祥目前已利用超能力潜逃到了美国 但警方通过调查发现他的大部分赃款还藏匿在国内 而且在出国前与一位叫做沈南的女子关系密切 在吴承祥案发前16个月就辞职到了广州开了一家健身房 虽然沈南已经有三年跟吴承祥没有联系 但警方推测这些正是吴承祥精心策划的一部分 只是在等待时机将赃款与沈南一起转移到美国 警方这次为了能够人赃并活 经过多方合作 特意设计了一位从事非法移民活动的人物林青 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下 吴承祥委托的人已经开始与林青正面接触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的实质性交易将会在不久后进行 而瑞小丹这次的任务就是 去广州的一座别墅给林青当二奶 你是佐证林青身份真实的细节之一 通过你的形象 谈吐 气质 表明你是那个阶层的名贵花瓶 怎么到了我这除了座台就是二奶 这不能让我干点别的 不久后一位打扮时髦的女子出现在广州的一栋别墅内 瑞小丹为了完成任务 对自己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从穿着的服装与使用的化妆品 甚至是一个打火机这样的细节都进行了精心的设计 静静地等待着吴承祥委托的人出现 突然有一天沈南出现在瑞小丹赞助的小区门口 我不认识什么沈小姐啊 您稍等 谁要也和您说啊 你好 夏小姐是吗 我是 我是沈南 我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 她的一个叫林青的朋友 从来给您烧点东西 她说您知道这事 我这个朋友因为赶飞机来不及亲自给您送来 所以就委托我转交 瑞小丹知道鱼儿已上钩 在接下来与沈南的见面中 故意捅破自己是被包养的窗户纸 并讲出其中的心酸与无奈 让沈南放松警惕的同时并惺惺相惜 你是怎么过来的 我坐出租车过来的 那我开车送你吧 那太好了 正好 你到我家去认门 我在城里有个健身房 虽算上什么高档 马上呼呼也说不过去 有时间你可以常来玩 好的 那咱们走吧 就这样瑞小丹便顺理成章地去到了沈南的健身房 于是遇到了开头一幕 这也是他与沈南的首次接触 目前看来比喻期的效果要好很多 就在瑞小丹在广州执行任务的时候 格律师与月圣的事件正狼烟四起 月圣总裁林语峰明智败诉的情况下 却还想拼死一搏 结果还要等到正式开庭的那一天才知道 而参观完健身房的小丹 还收到了沈南送的一份礼物 咱们第一次见面 我就觉得特别有缘分 看着你我就赏心悦目 跟你说话特别舒服 你放心 我呀还不算是一个特别穷的朋友 吃个饭逛街什么的 还能对付 那就多谢了 客气什么呀 也已经到饭时了 你第一次来 怎么也不能让你瘦着肚子回去啊 走 我请客 咱们到美式大世界去吃泰国菜 不了 改天我请你吧 我得回去了 也好 日子还长着呢 那咱们改天再去 送你 女人刚回到住处 杀手就出现在身后 地位着瑞小丹这次执行的任务已是万分凶险 但她没有退缩 静止走向所住的房间 敲了几次房门 却没有任何回应 只好叫来服务员把门打开 确定同住的沈南没有在房内后 一股不详的预感扑面而来 因为就在几天前 瑞小丹化名夏宇与沈南初次见面就给对方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隔天两人又相约一家餐厅 沈南的警惕性非常高 在来此之前先到相关单位帮夏宇缴了手机费 说是顺带实则是调查别人的通话记录 但夏宇的反应让沈南意外的同事也放下了戒心 随后就邀请夏宇一起去老家陕西玩几天 并制定了旅游的路线 夏宇意识到这次肯定不只是单纯的旅行 为了不引起沈南的猜疑 在对方面前做足了戏份后才答应下来 由于事发突然 瑞小丹在回去的路上换卡紧急联系了上级 如实上报工作后并请求下一步指示 吴承祥是想以此来制约林青 也预示着瑞小丹现在的处境相当凶险 通过警方掌握的消息显示 杀手已经抵达了西安 最后为了确保这次行动能够顺利完成 小丹的上级已经联系了当地警方配合行动 当夏宇与沈南如约到达西安后 他们先是一起去参观了兵马友 然后又到了大宴塔 不知不觉中结束了西安之旅 隔天上午就前往了延安 两人刚领到所入住的酒店房卡时 沈南就提出很累让夏宇下午一个人去游玩 两人整个下午的时间都是单独行动 贵小丹充分尊重沈南的意见 一个人在周边的景区游览 以一个旅游者的心态参观拍照 同时她也察觉到周围有双眼睛在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等她回到酒店时 便出现了开头一幕 不久后沈南提着大包小包回到了房间 明天一大早咱们就先去游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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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 女人早上刚出门 与她一同回来的姐妹送给了她一份大礼 沈南 你涉嫌吴成祥卷逃公款一案 被刑事拘留了 这拘留证 车就停在那边 这上井用标志都拿掉了 如果你不想惊扰两位老人 回去道个别 和我一块上车 此时的沈南才反应过来 眼前的好姐妹居然是个警察 而瑞小丹之所以会提前拘捕沈南 是因为在陪同沈南回到她老家勤鼓的那个晚上 古城的几名刑警正飞速赶来支援小丹 因为通缉犯吴成祥的老家也在勤鼓 瑞小丹推测罪犯想转移赃款的时间 应该是明天的下午 这个时间就是沈南返回延安之后 飞回广州之前 吴成祥既要确认沈南的行动 没有受到跟踪与监控 还要防范转移赃款过程中的黑吃黑 而下雨在延安的滞留期间 是处在一个无从防范的状态 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因此瑞小丹判断出 在双方行动开始前 还会有20个小时左右的瓶颈 但瑞小丹半夜被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吵起 原来是前来增援的同事已赶到 并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由于吴成祥提前采取了行动 中美警方已将他联手抓获 同时在广州也展开了收网行动 成功地抓获了吴成祥的其余同伙 缴获了2000多万赃款的同时 也端掉了广州一个黑帮团伙 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 让瑞小丹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 现在就剩下一个沈南也是瓮中之鳖 在接下来的三人小组会议上 小丹的两位同事提出明天完成任务后 邀请当地的兄弟单位吃个饭 以示感谢这次的配合与帮助 瑞小丹也对这个做法表示赞同 但建议明天抓捕沈南的时候 尽量不要惊动他的亲戚 因为这样做既是照顾老人的感情 和沈南的脸面 也还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警车不要靠得太紧 更不要挂警灯与民警敌 于是便有了开头一幕 随后瑞小丹对沈南进行了突击审讯 完美地完成了上级交代的任务 但第二天在感谢当地兄弟单位的时候 王队长的家里出了点状况 瑞小丹听到后主动请您前往 接送王队长的母亲等人回家 殊不知这一趟出车成为了瑞小丹与同志们的诀别 因为就在他返回的路上 遇到了凶残的通缉要犯黄浮海等人 而不惧危险的瑞小丹经过短暂的思考后 准备好了以一敌似的战斗 他为了不打草惊蛇 驾车缓缓地从他们旁边经过并观察 确认了嫌疑人数量 而重犯黄浮海的手下一看是明川的警车 就想从车后偷袭 老奸巨华的黄浮海为了不暴露自己 及时拉住了手下 同时让手下三人不要盯着警车看 该做什么事的继续做 但他们想不到的是 瑞小丹面对四个可能携带武器的歹徒 并没有退缩 如此紧急的情况下 他第一个想到了给心爱的老丁打去了电话 这是瑞小丹出去执行任务 石头一回与老丁通话 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通话 老丁什么也没有说 似乎预感到将会有大事发生 正当黄浮海在安抚手下不要慌食 瑞小丹向上级检要地汇报了情况并请求支援 黄浮海认为刚才看见的是明川的警车 而他们之前是在古城犯的事 所以他判断这台警车一定不是冲着他们来的 同时他们还发现了车上就是一个人 等轮胎换好后 黄浮海等人连忙上车准备走时 发现前面的警车停了下来 有的说要掉头 有的掏出武器要先发制人 此时的瑞小丹正在车里检查弹药 他也清楚此次实力悬殊 又面对的是一帮亡命之徒 要歼灭或制服对方不太现实 但他发现了所处的地形不错 决定利用所开车的越野性能强的优势 来拖住对方等待支援 还有就是对方已经没有了备胎 瑞小丹认为只要打掉一个轮子 歹徒就是插翅也难飞了 狡猾的黄浮海还是让手下驾车往前方开去 同时瑞小丹也发现了他们 他准备用对方的求生心理 争取先发制人的机会 打掉对方车辆的一个轮胎 当黄浮海等人的车即将经过瑞小丹的车时 发现车内无人放松了警惕 瑞小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下车 并击中了对方车辆的轮胎后 立马驾车掉头拉开距离 但开出去一段后却发现车上并没有人下来 当瑞小丹还在暗自庆幸时 黄浮海在车内与手下几人 已经做好了鱼死网破的计划 他们心里非常清楚 现在警车肯定是正在往这里赶 在这个地方要是没有车的话 就是死路一条 因此他们只有抢车这一条活路 黄浮海先是让当地的一个手下 用本地话接近警车 瑞小丹冷静地分析局势以及对方的意图 看对方手里没有武器 他并没有马上做出反应 等对方骂骂咧咧地靠近了后 黄浮海看着地上躺着不动的手下 黄浮海看着地上躺着不动的手下 路程里这有八九百公里 他们能在这框上 那是天大的缘分 看见了吗 你的腰带里有三十万 是我们哥几个出去干活的罕见 都给你了 他们前世无冤 前世无仇 你让你今天帮我们一马 来日一定报答 见瑞小丹摇头 黄浮海立刻本性暴露拿起武器追了上去 瑞小丹立刻上车驶离 黄浮海等人紧跟在后面边跑边拿着武器射击 但两条腿哪里跑得过四个轮子 没一会变累的气喘吁吁 瑞小丹回头发现他们没有追来又停下观察情况 黄浮海眼看着阴谋不能得逞 便决定分散逃逸 瑞小丹识破了他们的轨迹 准备擒贼先擒往死钉黄浮海 驾驶越野车在荒野里追赶 跑了一段的黄浮海累得满头大汗 他意识到照这样下去的话 今天肯定要交代在这里 于是想到了一个极端的办法 先决 再将拖下去 先冲人的警察和武警 很快就能赶到 咱们偏死也是死 被抓住也是死 咱们中间有人弄逃出去 将来还可以照顾咱们的家人 黄浮海的手下心领神会 回来 回来 我杀了你 快跑 瑞小丹看到后不知道其中有诈 他相信黄浮海再怎么跑 也跑不过四个轮子 但那支武器是不能一气在这里的 于是他便慢慢靠近查看情况 殊不知这一举动 让他再也没能够站起来 一声巨响过后 随着硝烟慢慢散去 瑞小丹的双腿已被炸断 躺在地上已经昏死过去 远处的夕阳泛起了微红 一阵风带起的黄沙好似在流泪 身体的剧痛让瑞小丹慢慢苏醒了过来 他的半张脸已经血肉模糊 即使是这样 他还是清醒地意识到战斗还没有结束 眼睛死死地盯着剩下的两个歹徒 黄浮海的一个手下被眼前的一幕震下道 扔掉手中的武器发疯式地跑开 瑞小丹也意识到黄浮海这次没有车 哪也去不了 他强忍着剧痛 拖着两条还在肾血的腿 艰难地爬向车辆 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这样的嗜血速度 肯定坚持不了多久 就想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打掉车辆的轮胎 彻底断了黄浮海的念想 当他好不容易靠近轮胎正准备扣动扳机时 黄浮海说完就把武器扔在了地上 并脱掉上衣拉出了裤带 彼时他身上再没有任何武器 站住 不错 我就开枪了 月警官 我已经缴械了 你向我开枪是犯法的 小心我 我真的是来救你的 月警官 你爸爸四倍给我一枪吧 你刚才还有机会 我太贪了 我刚才想活 你现在没有武器了 我没有权利求决你 废话 我要是有枪 我还有人要求你吗 随着警方增援的陆续感到 瑞小丹用尽全身的最后一丝力气抬起头看向女方 含笑着回忆与老丁在一起的温馨画面 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 两人的点滴仿佛就在昨天 瑞小丹最终由于伤势太重 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个不平常的黄昏 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 远在古城的老丁不停地看向时钟 因为他从来没有感觉到时间像现在这么漫长 外表冷静了他 内心其实早已紧张地接近了窒息 此刻老丁的心就像是悬在深渊的边缘 做着各种各样的遐想 希望瑞小丹能够平安归来 但理性很快就清楚地传达给他一种失去的绝望 隔天瑞小丹生前的工作单位 收到了他牺牲的消息 他的英雄事迹感动着局里的每一个人 局长听完汇报后 对接下来的工作提出了几点要求 你马上派个人去 把小丹打给丁月英的电话调查清楚 这个电话 对我们了解小丹当时的心态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向小丹的家属 如实告知所有的政治情况 可能有一点异漏 好 我这就去安排 你知道一个人要有多伤心才会这样子吗 曾经的老丁一直以为伤心吐血只是文学里的夸张描写 但这一刻他才发现并不夸张 只是没有到达那个伤心处而已 老丁的心现在好像被无数根挣扎了一样 爆发出阵阵的脚痛 让他胸腔哽咽的响哭都哭不出来 瑞小丹的牺牲让老丁伤心欲绝 但他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与指责 比如就在刚刚 坐在家里等待小丹信息的老丁突然听到有人到访 他急忙起身查看 却发现居然是小丹生前的两位同事 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 奉命调查瑞小丹牺牲前与老丁最后一次的通话内容 以及通知瑞小丹的情况 老丁通过回忆一讲出了通话内容 但警察却提出了质疑 之后你说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 过了几秒钟 小丹挂断了 你怎么可能什么都没说呢 至少会有个提醒 有个嘱咐吧 小丹有六年警归 不需要嘱咐 用不用是一回事 嘱不嘱咐是另一回事 老丁没有在辩解 显然在常人看来 他在那个电话里的沉默就是不能被原谅的 随后听完小丹英雄事迹的老丁变得更为沉默 即便是又一次被人误解 他也没有开口解释 因为他心里清楚地知道 无论他怎么讲 都会带出一个与小丹的感情问题 别人都认为老丁的那个沉默是高尚而残酷 给他下了一个小丹面临危险却默不关心的结论 然而老丁认为 他对小丹的感情是不需要别人来理解的 如果还需要别人的理解的话 就是对这种感情的亵渎 老丁强忍着撕心裂肺地痛给小丹的志友欧阳雪打去了电话 从欧阳雪与肖亚文的反应可以看出 他们对失去了瑞小丹显然还一时无法接受 而另一边的老丁连夜预定了隔天去往勤谷的机票 准备去参加小丹的遗体告别一事 但是半夜却被一个急促的电话吵醒 原来是因为他那个沉默的电话 小丹的父亲听说后也表示不能理解与接受 强烈不允许老丁参加女儿的葬礼 可怜的老丁只好答应对方的要求 但此后便无睡意 开灯盯着小丹的相片 回想着两人在一起的过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场带有强烈压抑气氛的追悼会 谁也没法把烈士与瑞小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仿佛前一天还在一起谈笑风生 而如今却已是阴阳相隔 都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瑞小丹却带走了人世间无尽的爱 当她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正要去火化时 萧亚文突然叫停了工作人员 细心地她发现了一个问题 萧亚文赶忙脱下自己的鞋子 放在小丹的裤脚边并盖上了白布 这一幕让欧阳雪看得是眼泪不要命的屌 愿试者安息生者如斯 小丹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 她的父亲把她的骨灰带回了上海 而欧阳雪与萧亚文则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北京 他们代表格律师公司与月圣公司对付公堂 这场官司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随着庭审的开始 住在北京某酒店的月圣公司总裁林宇峰 正通过电视直播密切关注着事情的进展 但让她想不到的是 萧亚文不但物证冲突 而且还有王妙村几个村民的当庭证明 让诉讼胜利的天平逐渐倒向了格律师 还没等法庭宣布结果 林宇峰就已经看不下去了 她感觉自己的公司败诉几乎已成定局 因此决定亲自去会会格律师的幕后人物丁元英 而另一边的法庭已经在宣读判决数了 月圣公司因为缺乏相应的事实和依据 被驳回了诉讼请求 这就意味着这场官司格律师取得了胜利 月圣公司的代表脸色铁青 现场的媒体一片哗然 还不知情的林宇峰由于不知道老丁在古城的住址 直接开车去找郑天集团的韩楚峰 等她说明了来以后 这是元英在古城的电话和地址 为什么告诉我 林先生是有身份的人 这是我对你最起码的尊重 如果你要是觉得我不会告诉你 你就不来了 你不担心吗 我不告诉你 你就找不到她了吗 我告不告诉你 都不影响我对这位朋友负责 除非我不存在了 你可以打电话通知听信息 我这就去古城找你 元英是个明白人 一样 你应该知道 这件事情你早晚会去找她 说道说道 我现在要是通知她 无非是让她有个应对 这样对你对她 都不够分入 还是保持她的本来面目比较好 那我就告诉你 韩楚峰虽然很了解老丁 但她不知道老友这回还沉浸在失去红颜知己的悲痛中 每天足不出户 饿了就以泡面为食 却不知林宇峰根据韩楚峰提供的地址 已经悄悄来到了楼下 但这次林宇峰是来者不善 把车听吻后就从后备箱拿出了武器放在了手中的包里 老丁正眼看了一下对方 但丝毫没有慌张 林宇峰用武器要挟着老丁回到屋内 两人对视了九九八十一秒后 林宇峰正想再说些什么事 被茶几上水壶烧开的声音所打断 老丁沉着冷静地泡茶 身后的林宇峰看着眼前一脸憔悴的男人 忍不住感叹革律师事件设计的精妙 老丁所用的看似平庸的招数 在不知不觉中都得到了期望的结果 这需要一个非常严谨的思维与对繁杂事物的精确判断 林宇峰此刻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奇差了一招 林宇峰听老丁这么一说 立马放下了武器 他想知道老丁是怎么想的 杀父济贫 真能救了贫吗 说怎么个不能 杀父父不去 救贫贫不离 救主的文化为救主可说 救主不是人 是道 得救不是破了界的狼吞虎咽 是觉悟 革律师扶贫 是不治之治 说福说救都是虚妄 赖得癖心胡说 充其量也就是个现代版的灰姑娘 跟你们月圣画点圆儿 这就是你最不地道的点 什么都知道 还什么都干 你无辱法律 如意农户 败坏市场风气 你毁掉了一个响当当的民族音响品牌 从你身上 哪还能找到一个受我教育的人 应有了社会责任和道义 又算是什么英雄好汉 林玉峰拿起武器卸下弹夹 取出了两颗子弹放在桌子上 我来不成 就是想见识一下你是何学 这两颗子弹本来是给你 你不准 你死不死对我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不能让你太自以为是人 我要让你知道 我看不起你 老丁明白这是对方 在为自己的尊严挽回一些脸面 当前的这种情况下 也就没有过多的争莲 但林玉峰从老丁家里出来后 并没有去北京与公司的代表会合 而是开车进直向着鸡公山出发 随后在得知了公司败诉的消息后 他又再次把手机关机 放在了副驾驶位置上 不知开了多久 他在一处桥梁处停了下来 把武器扔进了一条河里 随后又接着赶路 直至车辆的燃油接近耗尽 他才再次停下加油 师傅 这儿离鸡公山还有多远 有近300公里 赶赶天亮就到了 经过一晚上的长途驾驶 林玉峰已疲惫不堪 以至于有几次差点睡着 但他还是强行打起精神往前开去 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这次到古城与老丁见面 也了却了他的一桩心事 他知道败诉之后 很多人都会来找他做思想工作 然后就是月圣与阁律师接洽 接着就是谈判与妥协 最后剩下的就只有与阁律师合作一条路 无论他如何逃避 结局是早就被人注定 但他心里根本就不愿意面对 也无法承受的现实 因此他有了一个极端的想法 人原来是可以被憋死 就这样吧 不愿意面对于人物的想法